新婚夜 夫君暴毙 我成了唯一嫌疑人 我抱着夫君排位直奔大理寺 怒鸡灯文谷鸣冤 大理寺清起门而立 话比夜晚的雨丝还凉 本官定会接案 嫂嫂何必来求 我心里一咯噔 抬眼一看 大理寺清 怎么和我那死鬼丈夫 长得一模一样 我被从天而降的花盆砸到古代 命归新嫁娘 醒来时 大雨滂沱 新娘满身泥泞 我扶着发痛的额头 还没搞清状况 就被忽然出现的一群人 团团围住 他们把我拖进祠堂 说要将我进猪笼市中 此时 原主的记忆慢慢回归脑海 烟雨 十九岁 成交放羊的孤女 裴远 二十四岁 长安成一官员 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人能凑一对 得益于神棍说 烟雨忘夫 裴远钱给足 烟雨自然被他的主子送了过来 成交远 接亲的轿子夜晚才到 宾客喧闹 烟雨的记忆停留在独座心房 困疾昏睡过去 再后来 便是我浑穿入蹄 倒在墙根 被大家指认成凶手 绳之以法 好大一口锅 我不想解锁开局进猪笼成就 于是我抱起死鬼丈夫的牌位逃出祠堂 冲进雨夜 直奔大理寺 大雨淋漓 雨滴顺着裙摆 钻进砖缝 溅起泥点 弄湿斜袜 身后呼拉拉 一群家丁在追逐 我逃他们追 只有我插翅南飞 雨里狂奔的我 好像那个落跑新娘 灯文谷邦邦响 我捧着牌位西行上前 生思历劫 大人明见 民妇嫁给夫君 没有丝毫不情愿 怎会在新婚夜杀死他 求大人还民妇清白 也给黄泉下的夫君一个交代 家丁追上来 指点逼雨滴海蜜 就是他杀的老爷 我砸中了那只鸟的头 他的鹅脚 不就破了个窟窿 他是鸟变的妖精 老爷怎么可能娶孤女为妻 定是他高引老爷 狐妹子 娘的 又是鸟精又是狐狸 我那么厉害 还会被你们关进祠堂 我被冻得打哆嗦 正欲辩解 大门洞开 一双瞻泥的白靴踏出门槛 头顶落下来冰泉般的声音 本官定会接手此案 嫂嫂何必来求 嫂嫂 我抬起头 看向他 电闪雷鸣间 来人额腹白领 身着丧服 见眉兴目 身材奇长 这不就是我那仅见过一面的夫君 我吓得身体软倒 一个猎嫂 我是假妖精 但是真见鬼了 身后嘉丁的声音如浪起伏 他啄了老爷双眼 导致老爷失血而死 裴二爷一定要杀了他 把他进猪笼弄死 免得祸害人间 众人之怒 一浪高过一浪 来人朗生 盖过雨声和所有人的怒吼 地不与怪力乱神 身为大理寺卿 本官定会给死者一个交代 哪怕论急 本官的亲兄长 他冷冷看着我 俯下身抽走我怀里的牌位 嫂嫂只与兄长见过一面 不必会是深情 不行 不能拿走牌位 牌位不在我手上 他们会涌上来踩碎我的 我扑过去抓他 不料膝下一滑 光当一声撞在门槛上 正好撞到鹅脚的伤口 场面顿时乱成一锅粥 我在意识消散前相当细精地扯住他衣脚 大人 求您 找到凶手 最后我两眼一黑 失去意识 很好 悲剧效果拉满 眼角清灰落 燕子周灸 我扶着发酸的鹅脚从书房醒来 正巧赶上裴牙裴小叔 回府查案 我自告奋勇 贡献一份力量 被他拒绝 没办法 我只能紧紧抱住死鬼丈夫的牌位 生情定貌地哭成狗 终于换得他的冷脸默许 回到裴府 我们终于从管家口中明了一切 新婚夜裴远醉酒 自己亮呛地回洞房 不过一刻中 洞房里忽然传来裴远的尖叫 众人推门而入 见裴远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 双眼处只于两个血窟窿 新娘不知所踪 但彼时窗台上竟诡异地出现一只大红鸟 胆大的抄起酒杯 砸中了她的头 红鸟吃痛飞走 家丁顿迹而寻 恰在院墙根下发现了我 而彼时的我 额头上恰好有一道心上 罗刹鸟 先生新出的鬼怪画本 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花轿路过坟头 招来罗刹鸟 鸟钻进去 轿里走出两个新娘 昨晚老爷也说 取一个得两个 转了 管家抱着一只脚 在我身边来回打转 一定是你给老爷施了法术 迷了老爷眼睛 我们都只见到一个新娘 哦 我懒懒应了声 看裴牙一眼 得到她许可 我进了房间 被吓药了 裴牙当即下了结论 刘庸 去检查兄长昨夜饮食 管家听罢又道 当时洞房里只有新娘和新郎 在吴 找找房间里有吴密道 一块砖都别放过 管家 不必找了 从窗台跑出去的 我悄悄窗栏 回头道 这里有两枚脚印 大人来看 裴牙上前 轻身一探 面色有些古怪 管家瞧她脸色不对 也凑上钱 大惊小怪喊起来 两只鸟爪子 铁板钉钉就是你 我翻了个白眼 如果我是妖怪 早把你这张嘴镯吐露了 容得你在这里大呼小叫 可是昨夜确实有一只 这两脚印占了将近半个小窗 算起来身高起码五尺三 也就是一米七零 你看到的红鸟有多高 大 大概两尺不到吧 所以呢 你觉得一只妖怪 会委屈自己猫在窗台 就为了灼心狼关两只眼睛 管家语色 又找到一个合适的说辞 你是妖怪 自然可以电话大小 有何出奇 我若是妖怪 灼完她的眼睛飞走了就是 刻意留下脚印等你来抓我吗 好了 裴牙出言制止 各执一词 吵不出结果 出去 我不出 我犯了卷 偏不让开 我帮你把案子破了 裴牙面色如常 明显不信 管家直接冷笑 翻了个白眼 我也吵管家翻了个白眼 自顾自分析起来 此人穿上了鸟爪状的模具 鞋会变 但脚不会变 抛开这几根指头 爪心换做鞋子至少四十码 脚型长且宽 压横天外侧 明显是男子的脚印 从她踩烂窗蓝且左身右浅的程度来看 她左肩上扛的物是必定不清 大概有一个姑娘的重量吧 我强调姑娘二字 管家吹胡子瞪眼 依旧不服气 我环视这扇小窗 一抬头 果然有了新发现 大人请往上看 窗格上卡着一小片红碎布 呈三角形 我拿出那件泥泞的昏肠 衣后有个破洞 呈到三角 今早我多看了一眼昏肠 发现后腰有个破洞 于是我留了个心眼 拿过来了 被窗格勾住的是三角形碎衣片 而我衣裳上的破洞 竟是到三角 这说明我从窗口出去石面朝房间 我若是自己爬出去 这两枚鞋印该是脚尖朝里 而不该像现在这样脚尖朝外 管家语色 裴牙拿下碎布 又拿我的衣裳做了对比 确认我所言非虚 他有些意外 盯着我沉默片刻 回头吩咐 将符合条件的人找出来 等等 他的脚印左大右小 右脚或许是有极多年导致缩水 此人可能是个脖子 脖子 裴牙拉长这两个字 与我对视一眼 然后我们齐刷刷看向管家 管家看看自己的腿 倒吸一口凉气 不是我 绝对不是我 我全程都在维持婚宴 忙得不可开交 哪来的时间杀人 婚宴宾客众多 没人时刻注意你哦 我 我没有理由杀老爷 说到这里 管家还眼上了 他膝盖一软跪下来 仰头哀嚎 老爷啊 您生前对我这般好 我怎么忍心置你于死地 我拿我全族启事 可以了 裴牙冷冷地打断 兄长死于失血过多 但全身上下除了眼睛 再无任何伤处 眼睛是柔弱部位 但并非致命部位 及时救治 是可以把命救回来的 可是裴二爷 我们一进去 老爷就已经死了呀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们是听到尖叫声才进的房间 进去以后 看到的竟是死透的兄长 管家浑身一领 是妖 不对 是男人的声音 裴牙点点头 凶手躲在窗后 发出尖叫引你们前来 然后再混进人群里 当时宾客众多 多了谁少了谁 怕是没人会注意 管家抓住了救命稻草 西行上前急急变白 裴二爷 裴二爷 老奴当时就守在前堂 听到尖叫后 第一个冲进洞房 许多人都看到了 门外的家丁纷纷附和 皆为管家作证 我抱折手看他 看来你不是凶手 但你刚才为什么死咬着我不放 管家长须短叹 我不是想帮裴二爷早早破案吗 我本来在老爷成婚之后 就能领一笔钱告老还乡了 谁知道偏偏在这当口出事 我 我是怕 哦 案子不破 你想走也走不掉 所以随便抓个人去结案 你好赶紧拿钱回家 可是那只鸟 确实玄妙啊 好了 裴牙不知道第几次打断它 神色肃然 成亲当日我当职 只派人送了鹤里来 来往宾客有谁跛脚 你可记得 回二爷的话 除了老奴 只有后院厨子陈县和一个姓中的挑粪公是脖子 挑粪公从后门进 他向后厨讨了半条鱼 直接从后门走了 陈县在袍屋做饭 也会来前院沾喜气 闯进洞房时 他也在场 他胆大 还拿酒杯砸了那只鸟 挑粪公叫老中 少年丧妻 有一个十六岁的儿子在清家书院读书 他三十二三岁 若不驼背身高大概有五尺二 当天是急来急走 陈县 三十岁 身高五尺三 在裴府做后厨 这人有妻有女 老实忠厚 平日存在感不高 故而并不引人注目 现在这两个都不在裴府 裴牙派人去寻 保护好现场后 先回大理寺 我意不意去 这几天跟定了他 裴牙看向我 校里的探究都不屑于掩藏 足迹识人 哪里学来的 说到这个 我就有点小得意了 本人在现代 可是马宗树传人 厉害得很 但这秘密终归是不好说的 我找了个听起来合理的理由 我给主家放羊 放丢一只会被毒打 于是我通过足迹找羊 慢慢也学会了找人 裴牙点点头 表示姑且相信 他还想多问一句 一名下属跌跌撞撞跑过来 小裴大人 老钟人没了 就在今天 老钟家在清亭巷最后一间 一眼就能望到头 他家挂满了白帆 开门的是他那十六岁的儿子 他家地板坑坑洼洼 走两步要被绊一脚 他父亲的尸体被草席卷起来 搁在了破院子角落 裴牙上前一探 看模样是溺水而亡 昨夜父亲拿回的鱼被抢了 今天他下水捞鱼 被水草缠住淹死了 孩子许事哭干了泪 炎吉父亲时神情如一潭死水 他何时寻的你? 宵进前半个时辰来清家书院见的我 宵进前半个时辰是晚上七点 五座推断出裴员死亡的时间 亦是这个时辰 照这么说 老中的作案嫌疑也可以排除了 裴牙拍拍孩子的肩膀 节哀顺变 明年就是春围 争取考出成绩 给令父看看 孩子瘫着背 不为所动 语气淡淡 谢大人 裴牙转身要走 我拉拉他的衣摆 对他挤眉弄眼 他叹了生气 给了我一定银子 我蹲下身子 把银子放到孩子手上 这些银钱小裴大人先借给你 等你以后有银子了再还 他把银子推回来 谢夫人 但我以后都用不上了 怎么会用不上呢? 人活着就需要用到银子啊 裴牙拉住我的手肘 撐我起来 罢了 他心里忧伤 我们不要扰他 他依旧跪在老中身边 头也不回 谢大人体谅 不送了 我没辙 随裴牙出去 替他掩上门 春围将近 父亲溺亡 这事儿对他打击不小 我有些担心这孩子的心理状态 小裴大人 云烟未消 刘庸带着他的消息急冲而来 您上哪儿去了? 小的寻了您整条街 什么事? 陈县到大理寺投案了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他在牢里悬梁自尽了 这操作我实在是看不懂了 来投案自首 指明了要与裴牙独谈 可没等大理寺亲归来 陈县直接在牢里用汉金吊死了自己 陈县的尸体已被抬下去 牢窗在昏暗房中投下斑驳的亮光 打了结的汗金 随着亮光中飘扬的灰尘摇摇晃晃 地上摊着一本书 我捡起来翻看 正是帝先生的地步语 罗刹鸟、景童子、万佛寺 书里只收录了《地步语》里的三个故事 末夜还附上一首不明所以的打游诗 天上飞 水里游 暗中庙中流 不语电 烟花楼 游魂不虚仇 嗯 这是唯一能体现帝先生文采的地方 余光一瞥 我看到一片发黄的桃叶 大人 陈县窒息而死 搏上一道勒痕 再无其他痕迹 由此可见 却是自尽 但我对此仍旧存疑 趁着培牙与武座交谈 我走出牢房 一只小燕从眼前划过 我顺藤摸瓜 瞧见距离牢房最近的桃花树 我犹豫半刻 手脚并用爬了上去 脚印、脚印 看我能不能逮到一只 哎 真有 他在那么细的桃枝上 此人绝对是 咔嚓 我一脚踩空 仰面坠下 桃枝巴达巴达 在我耳边断裂 再过几秒 断裂的就是我的骨头了 我嗷嗷大叫 砰的一声 落入某人怀中 逐力相袭来 我将两秒 睁开眼 对上我那死鬼丈夫的面容 我一猛 瞳孔放大 心跳声 淹没了我的思绪 翩翩君子这一款 当真是看不腻 摔傻了 冷泉般的声音 钻进我的耳朵 把我叫醒 我没摔死 没回光返照 眼前这人也不是我那死鬼丈夫 我回过神 将笑两声 稳如老狗 你练夹子 培牙谋色一沉 松了只手 我踉呛一下 整整发际站稳 心跳一稳 那只小燕又飞回来 画出一缕春烟 我轻渴两声 打破尴尬 情况怎样 陈县身上有迷幻药 与兄长酒杯中残存成分一致 画本中《罗刹鸟》一篇有标记 且陈县脖上只有一道勒痕 动机呢? 三日前 陈县偷药被发现 挨伐月前又挨打 所以记恨兄长 于是他根据《罗刹鸟》的故事 杀了夫君 专程来大理寺为罪自尽 培牙 确实不太对劲 他不是有妻有女 杀人图什么呀? 培牙没回答 思索片刻 自顾自朝外走 跟我出去一趟 先告诉本官 你有什么发现 我卖着先秦淑女布跟上他 画本下压着一片桃叶 我在屋外桃树上发现一枚脚印 脚印的主人二十岁上下 男性 是个恋家子 其余的暂时瞧不出什么 所以 你作何猜想? 陈县或许是自尽 但那本画本我总感觉是有人 从窗外扔进去的 培牙沉吟片刻 每逢春季 我会遣人酿桃花酒 诸如刘庸这般伸手的护卫 会爬上桃树摘花 这些证明不了什么 我默然 但还是觉得不太对头 我们各有所思 一路无言 直到行过几条街巷 在一处破茅屋前停下 到了 她上前叩门 门后传来孩子抽气 目飞缓缓打开 衣衫破烂的女子躲在门后 露出了惬意 培牙上前 抱拳行礼 在下大理寺清培牙 敢问此处是否陈县所居 女子点头 我姓薛 打扰薛夫人 本官 女子摇头打断 她把我修了 培牙见眉紧促 可有修书 都不识字 哪里来得修书呢 女子开门 让到一边 二位进来吧 屋里一股滋反潮的气味 想来是漏雨许久 中药的苦味伴着孩子的咳嗽 丝丝缕缕绕在屋中人身上 钻进人心底 我这儿没什么好看的 大人将就一下 培牙也不打算客套 直切主题 陈县杀了朝臣 已然自尽身亡 女子手中一顿 却似早已料到此事 只是点点头 她在此时休妻 明显害怕 连累了你 我家孩子受了重伤 没钱医治 三日前 她给了我一大笔钱 留了这茅屋给我 顺便把我修了 她那时接触了什么人 我不知道 你不多问 就这么接受了 若要用我的命换孩子的命 我也是愿意的 我心下大痛 站起身 要去掀开房间的破帘子 女子拦住了我 孩子病重 怕传了病气给夫人 无妨 我就看一眼 掀开帘子 我只见到杂草式的枯发 孩子怕见生人 把自己蒙在被子里 我上前小心扒开 才见她满脸通红 烧得眼睛都睁不开 后脑 手肘 胸背 脚踝 全是化浓的伤 有大腺将至的迹象 重伤引发高热 男智 女子先前平静无波 听到我这话 她膝盖一软 从凳子上瘫下来 裴牙将她扶起 女子呼吸困难 哽咽着几乎说不出话 孩子上山捉鸟 卖给权贵人家 嚷嚷着要换钱给她贫苦的爹娘买新衣裳 五日前 孩子不慎跌落山崖 好在有牙下树枝脱身 捡回了一条命 但她撞坏了脑袋 只会傻兮兮地笑 还因伤口发炎连日高烧 我心里五味杂陈 替她椰好背脚站起身 我会尽力 不过成语不成 看她的造化 她要多撑些十日 我刚想走出去 女孩扯住我的衣摆 气若油丝 却还在笑 我要去捉小鸟 换钱给爹买衣裳 不会死的 我心里发酸 安抚母女俩几句 和裴牙走出茅屋 踩眼上门 物业声断断续续从里头传出来 我叹口气 思绪分杂 随裴牙一道回去 裴牙忍不住开口 扫扫 打算怎么做 我思索片刻 哪里有发霉生绿毛的东西 裴牙回头望向引在晚霞里的寺庙 万佛似有一缸发霉的芥菜 给人质咳嗽用 买来 我再处理处理 给孩子送去 裴牙又打量我几眼 亨笑道 行 木骨升起 我们踏着这阵宵禁的铃声往回走 我忍不住调侃他 陈县杀了你兄长 你居然没有寻他妻女的麻烦 裴牙笑道 他杀了你夫君 你帮他妻女 彼此彼此 一句话把我说得语色 裴牙自顾自往前走 在目光中留下一句轻飘飘的话 为官者修身其家 殃及无辜之人 非为官之道 清洗、过滤、提纯 现代异常手术就能救活的命 如今只能凑合着用粗质的青梅菌赌一赌 我请来明医 裴薛夫人守了几天几夜 终于熬到孩子退烧 薛夫人感恩戴德 差点说出那句耳熟能详的当牛做马 我承受不起 给打断了 裴远下葬 往后一个月 裴牙都要到灵堂守丧 我仍保留着裴远之妻的身份 纵使只见过一面 也不得不敢赴灵堂 和裴牙双双守夜 裴府白帆飘扬 肃杀冷清 裴牙只是默默烧纸 也不同我搭话 灰烬的残光硬亮她的脸颊 裴牙夹边泛着影光 这几日的奔波让她疲惫不堪 此时静下来 悲伤才会翻涌而上 我急实相地不扰她 她倒先出生了 我会替兄长写放七书 再烧了你的卖身器 从此你与我裴家再无瓜葛 我不走 我出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 又没银子傍身 现在当个寡妇 有居所又有银钱 我何必为了义气 去求人生颠簸 裴牙瞥我一眼 你别说对我兄长情深意重 我昂起骄傲的头颅 你不是大理寺卿 你就说你兄长的案子 我有没有提高破案效率吧 裴牙一开视线 不得不承认我的功劳 你替牙们办事 本官付你银钱 大理寺不可能日日有案子 这工资来得不稳定 不如当你扫资来得安稳 那我没犯七书 这个 这个案子有凶手 我不是克服体制 我是说 我是说我可以既留在裴府 也帮牙们办事 无所谓 边外也是工作 也罢 裴牙叹气 嫂嫂都这么说了 我也不是个不讲理的裴牙沉默片刻 话锋一转 这个案子 线索断了 听薛夫人所言 陈县是得了笔钱 替人办事 陈县死亡 墓后之人也不知从何寻起 倒也算不得断 我倾可两生 故作神秘 山崇水复夷无路 要不要扫骚 给你纸条直通杏花村的路 大人 大人 我还未揭开谜底 刘庸风风火火跑来 在灵堂门口摔了个屁股蹲 大人 死人了 清家书院出事了 井童子大理寺主部陆青已就位 两具尸体搁在井旁 只用草席掩盖 据辨认 两名学子皆出身官患世家 一个是礼部尚书的儿子林芬 一个是户部尚书的儿子汪明 武座验过尸 却认识逆死 但双双失足落井 过分诡异了 武座禀道 他们指甲里有木屑 这不合常理 但小的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书院放了三天假 现在能围观的都是家远的学子 他们的窃窃思语着实扎耳 说了不要往井里撒尿 他们偏不听 看看 遭殃了吧 遭殃了也好 谁让他们爱欺负人 我心念一转 井下童子 哎 夫人也知道帝先生啊 帝不予有言 网井里撒尿会惹怒居于井下的鬼童 义子不信 照作不悟 当晚做梦 被鬼县令罚杖责 晨起 跨处一片青子 可鬼童觉得处罚太轻 转而告到封都阎王那里 此日 此子逆死井中 这故事告诫世人 不要作死 也在暗示咱们 这两名学子的死 大概率是他们自己作的 他们肯定是被鬼童子附身 自己跳井的 你们看 这里只有两串鞋印 好生奇怪 鞋印 很好 这是专属于我的装逼时刻 我俯身一看 却僵住了 这确实是两串奇怪的鞋印 一个脚印分成两部分 前半是他驴印 后半竟是人的脚印 把死者的他驴脱下来给我 路青把他们扔过来 我仔细比对鞋印前半文样 却是死者的他驴 而后半个人的脚印 很明显属于七八岁的孩童 更诡异的是 他们没有脚文 我伸出手想要丈量 身后几名学子忽然熬的一声叫出来 我吓得手一抖 干什么 这是鬼童的脚印 夫人万万不能触碰啊 是啊是啊 若一定要碰 夫人还是先撒一把糯米去驱驱鞋 你直接上手 鬼童子会上身地撒糯米 地步语里没有提及糯米驱鞋 僵尸先生里倒是提过 撒糯米没用 为什么? 糯米是驱僵尸的 对鬼自然没用 我问心无愧 他有种便来找我 我边说边伸手笔划鞋印 学子们齐齐惊呼 身后全是倒吸凉气的声音 夫 夫人 要不 你明天还是去万佛寺 献一罐铜钱摸摸金身吧 去去晦气 对啊对啊 地步于理说了 碰过这些东西 去万佛寺摸金身就好 一罐铜钱打底才能驱鞋 他们怎么不去抢啊 学子 我比划了好一阵子 还是有些一头雾水 身后依旧窃雨纷纷 夫人怎么不信邪呢? 现在是夜晚 他等会不会被鬼附身跳井吧? 他又没往井里 哎呀! 那么多人在这儿阳气足 他不会来的 鬼附身不是钻进人的身体 而是从人的身后抱住他 把他提起来 被附身的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 点着脚走路 因为抱住他的鬼用脚背顶起了他的后脚跟 支撑者人往前走 所以这些印子就是鬼附身的证据啊 前半个是人的邪印 后半个是鬼的 越说越离谱了 学子 我忍不住喊出声 四周立刻陷入寂静 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是不是凶过教书先生了? 我沉下心 扯出一个笑来 高端的食材 往往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同理 离奇的案件 往往采用最简单的作案手法 明年就是春围了 饱读圣贤书的各位 请你们不要再看什么杂七杂八的贤书 在作题和作弊之间选择做法了成了 别在这儿威严耸听了 学子们又静了许久 还是有人没忍住她该死的好奇心 可是这串脚印 夫人该如何解释? 你们信邪 所以一个邪印掰成一人一鬼来看 我不信邪 就偏把它看成一个整体 这两串邪印根本不难解释 分明就是两双鞋的鞋底纹样而已 如冷水滴入废锅 学子们的声音渐渐响起来 他们两个成天欺负人 被杀了也不冤 学子纷纷附和 都到二人最爱捡贫寒人家的孩子欺负 古代书院霸凌 受害者反抗报复 凶手作案动机呼之欲出 我的心呼得向背揪起来 却听陆青鹤道 姿势体大 你们都回房去 不要在这儿扰官差查案 下属领命 驱散人群 留拥去通知死者家属 陆青打好灯笼 在我身边蹲下 燕夫人还有什么发现? 我回头 呼见暖光笼罩其身 少年朝气与围观者的肃穆相容 趁得陆青整个人气宇轩昂 意气风发 仰眼 燕夫人 我回过神 收回目光 抬眼见裴牙满脸不悦 才倾可两声回答他 目前来看 作案的只有一人 身高一米六五 男性 十五六岁 身材偏瘦弱 身形 有点勾搂 我抬手比划 你看林芬的脚印 前身厚浅 左浅又深 说明他前进时扛着尸体 左肩扛得比右肩重 这也对应上了井里林芬拳在左 汪明拳在右 林芬也确实比汪明重 他不能是个脖子 当然不是 我指向另一串汪明的脚印 这串脚印就没有左浅又深的问题 此人穿着这双鞋倒着走 重心在脚跟 所以浅浅后身 陆青身以为意 这么说 我们可以去找找 拥有这两双鞋的人 能找到自是最好 好 我这就派人去搜房间 陆青提着灯笼 起身离开 许是黑夜衬的培牙满目阴沉 他提灯占据了陆青方才的位置 好看 我一头雾水 你在说什么 鞋印哪里好看了 培牙冷哼一声 转过身不再看我 切 莫名其妙 小培大人 听 独属于刘庸的即将出世的声音 小培大人 小得找到一个老奴 说是前几天起夜见了鬼 咱们要不要把他叫过来 老奴不是陌生人 但他看我像在看陌生人 他歪着身子 眯起眼睛盯了我很久 宛如一尊人形实相 可可 管家 他终于回过神 哦 夫人 瞧我这记性 才过一个月就把您望干净了 我干笑两声 不记得我倒记得是一个月前 我这不是当了几年管家吗 平日里对着账目 记得劳数字 记不劳人 只见过一面的人 老奴只记得脸 不记得名字 夫人有怪莫怪哈 她转头看到培牙 讨好的上前 老爷 您和夫人过得还好 老奴离了培府一个月 那群毛仔子可还听话 啊 管家 他不是 还好 听话 培牙给陆青使了个眼色 陆青拿来小板凳 让他坐下 来这儿当职了 是啊是啊 这儿薪水高 还是当个算账的 他顿了一顿 没有说老爷薪水低的意思 培牙岔开这个无用的话题 你说你见了鬼 是怎么回事 管家说到此处滔滔不绝 不过来来回回就是几具地下爬出来的 惨兮兮的 下尿老奴裤子诸如此类 培牙指思索片刻就下了结论 陆青 派一对人寻地道 再把符合条件的学子找过来 让管家认一认 老管家垂胸顿足犯了难 哎呦 别认了 书怨学子这么多 再认老奴 就把鬼样忘干净了 培牙连眉头都没皱 也好 陆青 给我研磨 陆青照做 培牙拂袖提笔 记得什么 直说 哟 画像师啊 大理寺青有两把刷子 我走过去 和陆青像两个门神一样 一左一右站在他身后 在老管家一大段手舞足蹈的叨道后 培牙画好了 戈壁提指 画中人面容稚嫩 弱不禁风 姑且符合邪印主人的特征 我阴阳怪气地鼓掌 呀 小叔画功不错 就是不知道长安城里有没有 大人 这个人我见过 陆青眉头皱得极深 细细打亮画中人 他是林尚书家的药罐子嫡子 死者林芬的哥哥林产 我 打脸一定要来得这么快吗? 培牙用目光给了我响亮的一耳光 转头吩咐陆青 画像拿去给院长辞任 陆青领命退下 顺便带走老管家 屋里只有我和他 他转身去收拾暗台 我打破尴尬 没想到你还会这等技能 他头也不抬 嗯 挺厉害的 嗯 不愧是你 嗯 娘的 你只会说这一个字吗? 我欲速不满 陆青就稳稳当当地推门进来通报 大人 院长认出来了 确实是林产 我已派人将他请来 刘雍也找到一处地道口 大人去看看地道口藏在院落角落 很是隐蔽 老管家指着那阴暗处熬熬叫 对对对 就是从这儿爬出来的 一张白脸 惨兮兮地 下尿了老奴裤子 裴牙上前一探 矮下身笔划洞口 嫂嫂 你下去 我指着自己 凭什么是我 裴牙扫了一眼周围高大威武的下属 我们下不去 得累 就知道欺负我一个小女子 怪我又瘦又小呗 我探头看向洞口 又吓得缩回来 碰到宠乙什么的无所谓 要是不小心撞上人皮碎片 一两银子 我扁着嘴摇头 三两 再摇头 五两 成交 我系上盼驳 深吸一口气 钻下去 地道又黑又窄又闷 我孤勇来孤勇去 终于在被黑无常勾魂前钻出地道 一探头 砰 撞到床底 头昏眼花 来 来 来人 这儿 这个房间正好通明 听到声音的大理寺官员移开床踏 头顶瞬间亮堂堂 我下意识抬手遮住眼睛 逐利箱伴着阴影靠近 替我挡住刺眼的光 我睁开眼 见裴牙蹲在我身前 挡住其他人的视线 这是透气口 还是地道尽头 终点站了 这是临产的房间 裴牙把我掺起来 替我拍拍衣裳的尘土 还没拍两下 动作忽然定格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移开床踏 两双染泥的长靴出现在我们眼前 心跳一顿 我拿起这两双鞋子 翻过来 鞋底纹样赫然是井边出现的那两串鞋印 大人 陆青拿起暗台上的书 递过来 递不语 他在井下同这一天做了标记 裴牙翻阅两下 脸色一沉 临产来了吗? 来了就请到这里 我们慢慢变 临产肤白如纸 身形瘦削 浑身有散不掉的中药味 来时外头起了风 他一进门 就咳得天昏地暗 大人们咳咳 寻在下 咳咳 陆青听不下去 白白手不太耐烦 好了 小裴大人要问你几个问题 你如实回答就好 临产点头 当即硬了 裴牙等他缓下来 出声询问 昨夜害时 你在何处? 书院放假 小生自是回家歇息了 有没有漏掉什么? 漏掉了 什么? 没有吧? 裴牙盯着他看了片刻 给了陆青一个眼色 陆青领会 当即上前 你不必在这儿装傻 你的弟弟林芬没有回家 别告诉我你丝毫未察觉 摄地与小生有局语 他从不与小生同行 有局语便是有杀他的理由了 大人 小生可可 小生没有杀人 听书院学子所言 你品性高洁 眼中柔布的沙子 你弟弟和汪明 私混欺负其他学子 你看不过眼杀了他们 也算情有可原啊 林芬抚着胸口 憋得满脸通红 没有 小生没有啊 大人 陆青将鞋子与画本摔在他面前 那这些东西 还有你床底下的地道 该如何解释? 林芬拿起那些证物 又看看陆青指向的地道口 惊恐逐渐爬上了他茫然的脸 他吓得瘫坐在地 小生真的不知道 小生离开前 房里并没有这些东西啊 这些 这些 陆青府下身 一把拽住他的手腕 将他拉近 你这病奄奄的模样 确实很容易让人打消怀疑 你是一直这么病着 还是来之前灌了什么药 以如此作态 迷惑本官 林芬的眼中只有惊恐 没有 小生虽与弟弟举语多年 可可 但何必非要在春围前杀人? 陆青一愣 转而笑道 原因只有你一人知晓 不然这些罪证 都是凭空冒出来的 陆青 裴牙冷冷出声 陆青松开手指起身 站回裴牙身后 红脸唱完了 该唱白脸了 动机充足 罪证充足 本官给你自辩的机会 想好了再答 林芬跪在地上 沉默片刻 抬头道 小生一心扑在科举上 只为金榜提名 现在临近春围 全身心揭在圣贤书上 绝不会看杂书 再者 杀害亲人一按若落到小生头上 小生便不能再参加春围 其次 小生在调理身子 平日出入医馆 知生命可敬 亦定七道万佛四祈福 做不出杀人这等事 最后 小生身体虚弱 挖不出这样的地道 说得也有道理 培牙沉默 给了我一个眼色 我 红白脸唱完了 我该唱什么脸 花脸吗 培牙见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叹道 嫂嫂有什么看法 可以直说 哦 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我底气足道不要脸 她不是 在场目光齐刷刷摄向我 我当时有些脸热 要不 我们证明一下 培牙点头默许 刘庸 你去袍屋寻两袋米来 林产 穿上你手边的鞋 跟我出去 这般来回折腾 天都快亮了 我吹灭郎中几盏灯 把两袋米搬到林产身上 林产若不经风 被两袋米压得亮呛几步 差点没站住 往前走十步 放下米 换上另一双鞋 倒退回来 林产应声 顶着夜风东倒西歪地走出十步 她放下米 双手撑地 气喘吁吁了好一阵 才换上放在手边的另一双鞋 头昏脑胀地倒退回来 我提起风灯 照亮这两串鞋印 即使不会马棕树 也能看明白这串鞋印与凶手的区别了 凶手那边明显稳健扎实 一步一印毫无头昏脑胀的迹象 而林产的鞋印跟她的身形一样东倒西歪 飘忽得毫无张法 林产坐在台阶上 抚着她的心口 累得不成样子 这种体质 别说扛两具尸体 扛完几本书怕都要来一场西子捧心 凶手虽瘦弱 但力气不小 或许是因为习惯扛重物 她扛起两具尸体时 步履轻松 很明显 林产不行 一推就倒得林产点点头 再者 凶手不论倒退还是前进 都着力于前脚掌偏内侧 说明她有些驼背 而林产身板挺直 下足着力点相对偏厚 即使邪印凌乱 也能看出这一点 陆青发问 可老奴瞧见林产从地道里钻出来 这该怎么解释 林产若若举起手 小生想 小生可以给出答案 小生闲时会做面具来消遣 面具模板 是小生自己的脸 但几日前 小生寻不着面具了 但也只是些小玩意儿 小生没有在意 裴牙迈不上前 寻视这串鞋印后离了李斯路 这么说来 便是有人栽赃陷害了 凶手扛着两具尸体从林芬房中出来 将尸体扔下井后倒退着回到汪明的房间 因为林产回家 房间从外上锁 所以凶手便从地道进入林产房间 放入罪证 裴牙随手拿出一张宣纸 取出笔 他该是什么模样? 嫂嫂你说 生得什么模样 我倒说不出来 他大概的体态特征 我已说过了 生得又瘦又矮 还有些驼背 但是肩膀很有力量 现在又多了一样 他会打地道 台阶上的林产 妾妾出声 大人 夫人 小声想到一个人 还挺符合你们所描述的特征 我和裴牙齐声问 是谁? 钟郎 他爹是挑粪工 他有时也会帮他爹做活 而且 听说他爹在挑粪之前 干的是盗墓的行当 他住在何处? 清廷下 听到钟姓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一个月前 我还刚见过那个孩子 仔细想想 他跪在老钟面前时摊着背 确实有些勾搂 天大亮时 刘庸派人赶去他家 他家已经空了 不得已 裴牙来到钟郎的宿舍 他走了几圈 细细思索 招来几个下属 敲地砖 找地道 几名下属猫着身子 从门口敲到床底 清脆地敲砖声混着风的哭嚎 如鬼魂顺着地道爬上人间 只为哭诉冤情 不多时 下属在暗台角落 挖开了一块空砖 黑洞洞的地道口如鬼兽之口 似要吞噬阳间凡人 我本能地后退几步 但被裴牙指住脚步 六两 六六大顺 成交 我钻下去 孤勇 冒出头 呼吃带船 满头大汗 叫人 头上的床榻被搬走 这段地道很长 憋得我想骂人 裴牙走过来 撞到我枪口上 我心里打满副稿 她敢给我按头 我直接去死鬼丈夫那儿状告她欺负嫂子 余念未消 额头忽然一凉 我抬起眼 惊觉裴牙正用宽秀为我失去额头上的汗 我呼吸一致 她袖肩得逐利箱 萦绕鼻尖 搞得我有些恍惚 直到她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 我才回过神来 这是死者临分的房间 笑容瞬间消失 这地道 不会是脱尸体用的吧? 我低头比划了一下前方的地道 宽了些 能容下两个人并肩而行 我打了个寒战 怎么了? 我拉住她的衣袖 地道变宽了 你 你陪我下去 裴牙平起眉头 回头看了一眼 不成体统 再加六两 我觉得我要哭了 但看在钱的份上又屈服了 我猛吸一口新鲜空气 默默钻进去 又是一阵孤勇 我顶着一头杂草乱发来到了终点站 死者汪明的房间 自此 她的作案过程 咱们也能大致理清楚了 钟郎通过地道 钻进林芬房间 再将林芬拖入地道 钻入汪明房间 而后趁夜深人静时 穿上底纹怪异的鞋子 扛着两具尸体走到后院 将他们扔入井中 而后倒退回汪明房间 做出他们自己走出房间的假象 再从地道回到自己的房间 最后钟郎再寻机会来到后院地道口 爬进林芬房间 放入鞋子与画本 构陷林芬 不得不说 他做了不少处理 多余的鞋印被他擦得干净 寻地道口 还花了官员好一阵功夫 裴牙背对下属 掺着我爬出来 替我拍掉身上尘土 看门人说 没有看到钟郎出门 他兴许是钻地道逃走了 我顿感不妙 所以 所以要确定他的逃亡路线 只能再麻烦嫂嫂一次 我忍不住哀嚎 这是终点 无路可走了呀 一定有路可走 裴牙给身后下属使了个眼色 下属在书院范围内 吭吃吭吃掘地三尺 竟然真的在极僻静的墙角 吭吃到了一个地道口 我一看 又是只能容下我一个人的那种 我对天叹气 艳阳天 我们又折腾到了大中午 吃过午膳 我们休息一阵再走 使两银子 我陪你 我两眼放光看向他 你在地下 我在地上 我 休息够了 我头顶怒火在地道里听命孤勇 这条道够长 颇有一条路走到黑的架势 有几个换气的地方 我爬出来 总能瞧见目光中慢悠悠走来的裴牙 他一来 我就钻回去 我逃 他追 只有我插翅难飞 钻了几个时辰 我终于忍不住了 我从唤气口爬出来 对着慢悠悠夺来的裴牙 破口大骂 娘的 裴牙你混蛋 等我钻地道 寻你清歌 告你欺无嫂姿 裴牙极度淡定 好 我听到这一个字 忽然冷静下来 我也极度淡定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 等我找到你清歌 这些银子就不必给了 你想赖账 裴牙面不改色 嗯 你恩什么 嫂嫂说什么就是什么 好气 明明句句有回应 为什么还是那么气 我憋着一口气钻回地道 老老实实爬过去 又过了许久 我终于从桃树根下钻了出来 憋死我了 果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当盗墓贼的 干一行 恨一行 爬了那么几里路 我居然出城了 耳边流水从从 肩上落英缤纷 倒是个谈情说爱的好地方 地上有一串斜印 若隐若现 延伸融入暮色里 东东 远处万佛寺目骨响起 裴牙抬头看看天色 晚霞披肩 目光笼罩 关城门的时间到了 我们回不去 就在郊外宿一夜吧 我和你 嗯 他卷起衣袖 弯腰石柴 翩翩君子 仙尘不染 晚霞行千里 今夜不落雨 我们明日寻着这串斜印寻人便是 我毫无形象地贪坐在地 反正已经浑身是泥 多沾沾也不碍事 裴牙瞥了我一眼 许是懒得 也没多说我姿势不雅 夜幕很快降临 篝火点起 我们围着火而坐 就像当时在灵堂里 我们围着火而跪一般 火光在裴牙脸上跳动 裴牙如净水沉蔽 安静温和 我脱塞看她 我那死鬼丈夫和她长得一模一样 不知性子是否也如她一般沉静 这么想着 我竟不自觉出生了 夫君是不是也如你一般 裴牙一愣 转而露出无奈的笑容 对妻子如何我不知道 对兄弟她是极好的 好衣裳她会给我穿 难得吃到的食物她会给我掀尝 她总说自己是哥哥 该让着我 她常常叹了口气 低声道 但她是奸展官 多少带点杀气 和我的脾性不可能完全相同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管刑法的 怪不得信神棍的话 要取个福气大的 可惜 她举手遥望夜幕 这一次 她死得冤 初春的夜风 斜着梦冬的微寒吹来 我全程一团 不自觉地往裴牙那儿缩 裴牙似乎没有察觉 用木棍撩拨火舌 剪影般的远山后 忽然传来几声狼嚎 心脏疏得跳得厉害 许是身体本能 我浑身发抖 缩得更紧 心跳声在又一次狼嚎后 吞没了我的理智 烟雨怕狼 一只手搭上我的肩膀 我吓得一个机灵 踉呛着摔倒在地 裴牙收回手 你怎么了?狼嚎又起 我爬起来抓住她的衣襟 撞进她的怀里 完美诠释了何为陡如筛糠 裴牙像是思考了许久 才一下一下拍打我的后背 不怕 这里没有羊 狼不会来的 我听到一阵稀疏声响 暖热笼身 我抓紧那件披在身上的东西 妈撒两下 认出这是裴牙的衣裳 狼嚎明明那么远 身体的恐惧却如巨石逼近 越来越压抑 身上的就伤口火辣辣 被狼撕咬的感觉 不知从哪儿钻入脑海 裴牙捂住我的耳朵 把我拥入怀中 狼嚎离我的耳朵越来越远 心跳声却越来越清晰 我抓紧她的衣襟 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拼命往她怀里钻 两久 狼嚎终于散去 我也渐渐缓过进来 裴牙尝试着将我推开 我吓得猛地扒拉住她 就差没双手双脚 把她捆个岩石 我只是去拾些柴火 声音不对劲 睁开眼 我才发现自己把她勒得面红耳赤 我赶紧松开她 她一个猎切 咳得昏天黑地 我被自己吓哭了 你走远了 再不回来怎么办 你不会钻地道回去扔下我一个人吧 裴牙一副想笑又不能笑的模样 出声安抚道 我念诗给你听 这样你就知道我没有走远了 裴牙拉开我扯住她衣角的手 寻了个最近的颇剪柴 天上飞 水里游 暗中庙中流 不语电 烟花楼 游魂不虚愁 娘的 现在什么地方 念的什么鬼诗 我缩在篝火旁 盯着她的背影 视线渐渐模糊下去 醒来时篝火未灭 直起身 身上滑下裴牙的青衫 我疏得坐起来 瞧见裴牙坐得端正 还在撩拨火舌 她没看我 递了张丝帕过来 去西边洗洗 淡淡地疏离 好似昨夜什么都没发生 我拿过丝帕倒了解 到小溪边洗漱完毕 寻着鞋印往前走 我根据脚尖朝向的细微角度 辨别了小半个时辰 终于寻到了鞋印的终极地点 烟雨楼 好家伙 出城地道虚晃一腔 现在又回城里了 我没多想 大摇大摆走进去 衣袖忽然被拉住 我回头 瞧见裴牙面色羞难 犹豫不前 扫扫你去 等我叫人来 还没等她走出两步 一缕缕相风 直接将我们包围起来 为首的妖艳女子拿起小扇 挑起我的下巴 这位夫人 烟雨楼是不允许女子进入的 我拉过裴牙往前一扯 我不进去 只带小叔来开开眼 姑娘 麻烦你好声伺候我小叔 她还是个花苞 我笑着拍拍裴牙的肩膀 对上她精益的眼神 小叔好好享受 我等会儿就来 嫂嫂 我无视裴牙的呼唤 一溜烟跑了 莺莺艳艳艳瞬间涌过去 吞没了裴牙 裴牙的呼声渐渐远去 我脚底抹油 跑回青家书院 把陆青叫出来 收获瞳孔地震 约莫一顿饭功夫 陆青到达烟雨楼 解救出培牙时 此人衣衫不整 脸上胭脂遍布 眼中的镇定自若荡然无存 她凉凉地瞥了我一眼 把角落里的钟郎揪出来 钟郎被反手捆绑 满身灰土没来得及处理 她一样地衣衫不整 却活像个乞丐 她警惕又恶狠狠地瞪着我们 待下去 她像一头随时准备反击的伤狼 被下属拖了出去 裴牙斜了我一眼 李好衣袍站起身 昂首走出烟雨楼 气鼓鼓的小仓鼠不搭理我了 无所谓 我没脸没皮地跟出去 汪明和林芬死在他们自己房中 是在端盆洗脸时 被钟郎按头腻死的 他们指甲里的木屑 正是挣扎时狠抓木质案台所致 钟郎认罪 但怨念颇深 那双眼和她挖的地道口一样 黑得吓人 她发了疯的控诉 他们骂我是盗墓贼的儿子 对我拳打脚踢 还抢我攒的银钱 那可是我留给父亲治病的 他们把我的头按进绍水桶里 让我顶一个时辰的花盆 我不杀他们 他们迟早要杀我 陆青恨铁不成钢地踹他一脚 不会告诉院长吗? 非要痛下杀手 钟郎瞪他一眼 他们家是当官的 谁敢惹他们? 谁敢为我做主? 你知道脖子酸麻浑身散架的感觉吗? 你知道满味酸水令人作呕的感觉吗? 泡脏水睡井底便宜他们了 陆青指着他的鼻子 亦是目自尽炼 你的心肠何其狠毒 他们二人在书院中成绩斐然 来日科考定重近视 你杀了他们 斩了他们的前程 让你死千百回都不为过 他们品性恶劣 不配为官 难道就因为他们成绩斐然 身份高贵? 我就活该被欺负吗? 陆青还想再说 陪牙拉他一把 站到钟郎跟前 他比在场的人都要冷静些 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钟郎笑得轻蔑 井童子指使的 井童子说 朝井底撒尿的人都该杀 陪牙盯了他好一会儿 也知道问不出什么 挥挥手 把他打发进了牢狱 古代书院霸凌 我听钟郎高声控诉 又见他被当成抹布脱下去 心里莫名酸涩 又一个青年才俊误入歧途 夜晚 我获得许可 提着石盒去牢狱寻他 刘庸守在牢房外 生怕钟郎发狂 要伤害我 钟郎斜了刘庸一眼 看向我时却很和善 又见面了 夫人 我把石盒中的烤鱼、烧鱼、清蒸鱼端出来 我来送你最后一程 钟郎有点诧异 但也毫不客气地迟快吞咽 吃者吃者 还掉了眼泪 你知道我爱吃鱼 我知道 老钟向别人家讨鱼 还下水捞鱼 不是他喜欢吃鱼 便是你喜欢了 可惜我不知道 你喜欢什么烹饪方式 只能随便做作 钟郎沉默着咀嚼 终于慢慢敞开心扉 将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 他父亲是退役的盗墓贼 被同伴背叛打断了腿才退役的 父亲为了不让他走老路 当了个挑粪工挣钱供他读书 他瘦弱的肩膀 扛起了钟郎整个人声 父子俩曾住在郊外西边 钟郎喜欢下水捞鱼吃 父亲知道他喜欢吃鱼 每隔一巡 就会用仅有的工钱给他买鱼 钟郎每至此时满心欢喜 怎么也没想到会被林芬和汪明盯上 他们起初是偷鱼 后来被发现了便直接抢鱼 再后来 他们发现钟郎的父亲是挑粪工 想到吃过的鱼心里一阵恶心 他们趁无人时 把钟郎拖进后院 将他的头按进绍水桶里 你爹雨分为伍 你也睡绍水桶去 你爹以后送的鱼 咱们塞绍桶过过水 再塞给你吃 绍水从口鼻灌进胃里 钟郎呛地反胃恶心 他大呕特呕一阵之后 为自己的父亲变白 变着变着 他无意将父亲的老本行抖了出来 正因此 他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折磨 他们将书院最名贵的花盆拿来 顶在他的头上 你爹到的古董 是不是比这个花盆贵重多了 摔烂了 让你爹来陪吧 够不够你陪呀 不够我再拿几个过来 小恶魔围着他哈哈大笑 猙獰的嘴脸深深烙在了钟郎心底 而真正让钟郎产生杀心的 正是父亲死亡一事 那晚父亲给他送鱼 他本想自己偷偷吃 林芬和汪明却从暗处窜出来 当着父亲的面抢走鱼 一脚一脚践踏成泥 我们是怕你吃坏了肚子 毕竟你爹才碰过脏东西吗 是不是供给死人的祭品呢 被你爹刨出来喂给你了 父亲拉住愤怒的钟郎 忍了 阿爹明天再给你捉一条来 这是父亲留给钟郎的最后一句话 钟郎走到西边 盯着潺潺流水 生死一念间 忽然有人 可可 有人埋态了我两句 我气不过 死了也要拉他们两个陪葬 当初我不收夫人的钱 就是因为我早已下定决心 随父亲去了 可最后不甘心 还是回去算计了他们两个 我等他的下文 可惜他没有再透露的意思 我叹口气 拍拍他的肩膀 可惜你做了糊涂事 你断了他们的前程 也断了自己的 可你为什么要构陷临产呢? 钟郎冷哼一声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他明明看到 林芬欺负贫寒学子 却只是淡淡劝两句 便继续他的高峰亮节 不再理睬了 林芬放纵成这样 钟郎觉得 林产作为兄长 责任不可推卸 他放下筷子 念如道 如果是夫人 夫人会怎么做? 院长不替你做主 就找机会寻更高位的人做主 他们也不只是欺负你一个人 你们联合起来 强大起来 他们就不敢放肆了 他们是官家子 官家的孩子犯错闹到圣上那儿 于他们家族而言 可是麻烦事 这儿又不是山高皇帝远 你们敢闹 他们也会怕 不过这些都是理想状态 我也是事后诸葛亮 你听听也就罢了 钟郎思索片刻 夫人说得有理 可惜来不及了 钟郎默默尝碗几碟鱼 将石河推回给我 谢夫人送我 夫人叫什么名字? 你是要记住我的名字 下辈子投胎给我当牛做马 钟郎点点头 没必要 我也没问出想问的东西 钟郎低声道 没有人像你 你是第一个 我默然 收拾石河出去 狱卒锁上了牢门 我沿着空荡荡的狼子往回走 铁链声响忽然打乱了我的脚步节奏 钟郎扒住围栏喊住我 夫人 你会因为你的善心得到好报的 我顿住脚 回过身 对他一笑 我改变主意了 我告诉你我的名字 夫人 请说 我叫翠嘴 记住了 案子结了 钟郎问斩 夏季慢慢走近 裴牙闲燕子吵闹 把燕子窝移到了后院大门上 我坐在后门台阶上 拖腮看燕子窝 燕子变成了大理寺外的燕子 燕羽是大理寺边外人员 裴牙是个小气鬼 因为燕羽楼那事儿三个月不理我了 又不是男女朋友 跟我搁这儿打什么冷战 燕夫人 陆青拿者把蒲扇 做到了我身侧 最近没有案子 是不是无聊坏了 我倒希望能一直这么闲着 陆青的蒲扇 扇得我们发丝飞扬 他悠悠叹气 民间没案子 朝堂倒有些乱了 礼部和户部尚书因丧子悲痛过度 向陛下辞官 两部侍郎继任 奸展官也是同样的状况 换掉三个不堂大人 这可不是好事 中郎杀人 影响朝堂两个部门 这就是燕夫人所说的蝴蝶效应吧 我抬手谈他的额头 小脑瓜子记得挺轻 陆青傻乎乎地笑 也拖着腮帮看我 照我说 青家书院就不该什么学子都收 品性参差不齐 难免发生局语 说完 脸色糊得一暗 两年前 我弟弟误杀同窗 若不是收了那么多品行不良的学子 他也不会 好像是他的伤心事 我知道不该继续这个话题 转而道 倒也不该这么说 知识改变命运 学院收贫寒学子 是给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 陆青难难道 知识改变命运 这句话好 燕子周旧 闲来细枝 加固他的小窝 我不由诗兴大发 春日宴 绿酒一杯歌一遍 再拜陈三院 一院郎君 我顿住 陆青看向我 接过了话 燕夫人 陈大人 陈大人不在了 你的嫌疑也洗清了 你为什么还要守着他 我斟酌片刻回答道 等我攒够钱买宅子 我就离开陈家 是觉得无人依靠 所以 他忽然拉住我的手 双眼亮晶晶 燕夫人 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心里一惊 看着他湿漉漉的大眼睛 心里一盘算 你多大 十八岁半 年下小奶狗 可以考虑陆青微微侧头 显然不明白我话里的意思 但不明白也无所谓 陆青的眼睛还是那么亮 我知道燕夫人不是在骂我 只要燕夫人开心就好 汪汪 差那间母爱泛滥 我伸手摸向他的头 他也顺从地低下来 哎呀 你真 可可 话说到一半 廊下有人轻渴两声 我们回头看去 裴牙沉着一张脸 一步步朝我们走来 太阳都下得躲进云层 青天瞬间暗了下来 裴牙看我一眼 眼里有古怪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衣裙 明白他眼中的疑惑 站起来特意转了一圈 我自己做的旗袍 怎么样 好看吗 裴牙打量两下 有些局促地别开眼 嗯 没了两秒 他好像才想起正事 对陆青道 两位皇子要到万佛四礼佛 你收拾一下 等会儿捅我过去 说完他静止离去 走起路来脚踢脚 也不知道在紧张什么 陆青有些沮丧 但还是站起身来 那我先去了 闲时再来寻燕夫人 我目送她离去 又坐回去脱腮盯者燕子窝看 看着看着 竟看到一个屁颠屁颠跑过来的小团子 燕夫人 燕夫人舅舅母亲 声音有点耳熟 我站起身 往前迎了两步 小团子巴搭一下摔在我跟前 我把她扶起来 是陈县的女儿陈倩贤 我蹲下来 替她拍拍衣裳的灰尘 有什么事 咱们慢慢说 她抽掖着 小嘴巴凑上来 燕夫人 我要有弟弟妹妹了 她才六岁 还摔傻了 怎么会说谎呢 薛夫人真怀上了 我瞳孔地震 薛夫人顶着两三个月大的肚子 跪在我面前 我不忍心 把她扶了起来 夫人看清那歹人了吗? 薛夫人叹气 摇摇头 陈县过世后 薛夫人一直照顾唯一的女儿 三个月前 母女俩因春夏交际咳嗽不止 薛夫人便去万佛四讨借菜之喝 四里和尚给了她一碗 薛夫人毫无防备地喝下 不过片刻 她便头昏眼花 睡了过去 直至半夜 她察觉自己身上疼痛 恍恍惚惚醒过来 竟发觉自己躺在不见天日的厢房内 两三个和尚正毫不怜惜地搓磨自己 薛夫人动不得 也叫不得 亦是亦是时醒时昏 再后来 薛夫人累及昏睡 四日醒来时 被褥整齐 她以为自己不过是做了长梦 直到这个月 薛夫人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思来想去 只有这么一桩离奇事对得上好 夫人 求您为我做主 薛夫人又要跪下磕头 我及时打断了她 惠迷晕人 看起来不像一时兴起 两三个合上一起 看起来不止干了一次 是有蹊跷 大理寺定会彻查 薛夫人放心 薛夫人点点头 聂如道 我已没了丈夫 也知这是丑事 求夫人 我们都是死了当家人的人 我不会说出去的 我把臣倩贤拉过来 摸摸头 你娘有了宝贝 你要好好照顾她 记住 不要把这事儿到处传哦 交代清楚 我直奔万佛寺 万佛寺两位皇子 拜个佛都那么大阵仗 生怕大家不知道 他们来为民祈福 裴牙和陆青换了官服 站在二皇子里记身侧 另一个摇头晃脑 傻里傻气的三皇子里前 身边只有一个拿者与善的谋士 两个阵营 秒了 围观了小半时辰 他们终于散了 我躲在围观人群里 不知为何 那傻里傻气的三皇子忽然停下脚步朝我所在的方向望了一眼 远远地还对着这边傻笑 我没有在意 错开目光找寻裴牙 瞅着她出来 亦不亦驱跟上去 裴牙绕开我 嫂嫂有事 从前没见你避嫌避得那么紧 最近怎么回事 裴牙不理我 还生我的气 裴牙往前走 怪我把你送进烟雨楼 裴牙走得更快 没想到你 还是禁欲系的 裴牙拳头握紧 不是禁欲系 那是有喜欢的姑娘了 裴牙停下脚步 猜对了 我犹豫着开口 看上哪家姑娘了 长嫂为母 嫂嫂可以替你做主 裴牙咬牙切齿 没有 她踏下台阶 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 既然没有 那帮嫂嫂一个盲城吗 裴牙回头看我一眼 跟嫂嫂扮一次夫妻 你愿不愿意 她眉间移动 不出声 你不去 我找路清了 我转身就走 裴牙输得快步追上台阶 拉住我的手 她还小 和你站在一起容易露线 还是我来吧 没等我再说两句 裴牙硬拽着我往回走 还不忘补一句 以后少找她 有事寻我 傍晚 余晖见尘 眷艳归巢 我把头发盘得一丝不苟 和裴牙再上万佛寺 佛像破旧 只依目光染金身 抬眼珠网不断 低头满地灰尘 每日来供奉的人不少 香火前源源不断 万佛寺没有理由这么破旧 我看向香岸 发觉筹钱木香七皮崭新 显然是时常触碰到的 既然将铜板都取出来了 为何不拿钱修缮一下佛寺瓦顶 正思索着 几个年轻和尚前来招待 我朝裴牙使个眼色 抬袖倾可几声 裴牙会议 掺着我上前道 我们远道而来 想向万佛寺求一碗芥菜汁 夫人咳得厉害 我非常刻意地抓住裴牙的手 食指相扣 裴牙的手抖了抖 我钻得极紧 坐坐地咳了几声 我还想向宋生娘娘求个孩子 听闻万佛寺很灵呢 和尚微居一躬 宋生娘娘的垫在这边 请 宵尽时间快到了 老爷夫人若赶不回去 可以在寺里居住 求之不得 我双手合十 虚心已待 有劳了 地步于有万佛寺的故事 庶人与空谷夙愿 百年来空谷无应 直至一幕同朝空谷高声呼唤 空谷破开 万佛列于其间 正所谓心成则灵 这便是万佛寺的由来 原本一切如常 直到即将入客房 夫人 若要求子 客房只能您一人居住 宋生娘娘只会与您单独会面 我顿感不妙 夫君不能进吗? 为表诚心 只能有夫人一人 老爷到另一间客房休息即可 我看向裴衙 心里坠坠不安 裴衙拍拍我的手已是安慰 回道 好 我同夫人多交代几句 师父劳顿 先回去吧 和尚惠莫如深地笑笑 走了 裴衙环顾四周 低声下达命令 只在房里走一圈 我们找机会即刻离开 我点点头 走进去 眼上门 房间不大 一览无余 看起来不像有异常 天色逐渐暗下来 我打亮暗台 有一根崭新的蜡烛 还有半截明显用过的蜡烛 我想了想 点了那根用过的 火苗窜起的一刻 一箱书地涌进我的鼻子 我当时头晕目眩 干 提前预防了芥菜枝 它们竟还有后手 有人预判了我的预判 我赶紧吹熄蜡烛 跌跌撞撞跑出去 冲开门 扑到裴衙怀中 出去 快出去 我浑身发烫 意识也开始模糊 我只感觉自己背横抱起 抱着我的人下了好几十层台阶 裴衙喘息见重 不知道踹开了多少扇门 最后 我被搁在了一张床榻上 手心里攥着她的衣巾 还是热 裴衙掰开我的手要走 我随手一抓 把她拽到床上 她们哼一声 撞到了床脚 快 帮我 我脱掉汗湿的衣裳 却被她死死按住手 扫扫不可 头两个字让我清醒了一瞬 我努力睁眼 瞧见那张死鬼脸 脑袋又开始嗡嗡叫 这要毒死我了 见到你这杀千刀的死渣男 快点帮我 她一愣 好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拜过天地 拜过高堂 你就撒手人寰了 现在我难受 你不该帮我 愣着干什么 她又要走 我猛地拽她回来 手脚孤住她 以止气使 我是你老婆 你是不是男人了 我中招了 咱们在底下园房 合情合理 她被我的虎狼之词吓得抖了三斗 猛地掰开我的手 混蛋 她丢下我跑了 一溜烟没了影 我正自气恼 她又回来了 来了就将我一把抱起 朝外走去 我松了口气 就在这儿吧 不要再 扑通一声 我的后半句话被冰凉吞没 冷水咕嘟嘟灌入我的口鼻 我瞬间清醒过来 后领一紧 我被人提了起来 哗啦 请客回到阳间 清醒了吗 我拨开湿漉漉的头发 眼前的人逐渐清晰 是培牙 我和上眼 深吸气 摇头 没有 培牙用浴巾拢住我 把我捆成木乃衣扔到榻上 放下床杖 我找个姑娘来陪你 不 我拉住她的袖子 我不要面子吗 培牙松开我的手 拿出帕子 从帐后伸进来 那你自己解决吧 我手遮你 她给我留了足够的空间与时间 我一个人在帐里 咬着这块帕子 避免发出银声浪雨 身子扭得向蛇褪皮 偶尔发出几声声吟 帐外的培牙撞似不以为意 也不知她的耳朵听尽了多少 扭了几个时辰 药效散了 汗也干了 我气喘吁吁坐起来 身子软啪啪 培牙掀开床帐 端过茶壶 脸也红得像泡泡壶 嫂嫂喊 阿蒂 裴牙 杀千刀的 天要搞这么曲折 憋死我了 裴牙默默瘦着 眼神躲闪 一溜烟到了门口 嫂嫂受凉了 我去给嫂嫂烧热水 我才泡完冷水就泡热水 你也不怕冰火两重天折腾死我呀 喂 裴牙 阿蒂 这是之后 裴牙有意躲着我 不敢和我见面 转眼两三个月过去 下去秋来 燕子要往南边飞 眼角的泥南声渐渐消失 我又寂寞了 那次打草惊蛇 大理寺用了许多法子都未拿下万佛寺 一没证据 二没证人 万佛寺又是国之大寺 有朝中人罩着 他们起了戒心 大理寺更找不到证据 秋风骤起 天气转凉 我探望薛夫人母女回来 正往陪府走 脑袋里全是万佛寺那点破事 怎么办?薛夫人的事情不能不管 哟 这不是燕夫人吗?抬起头 我才发现自己走过燕雨楼门前 捕捉中郎那天 率先围过来接待的妖艳女子 已在门上 没事晃她那把青罗小扇 她走下台阶 拿扇子挑起我的下巴 奴家为娘 燕夫人要不要进去聊聊 不是说燕雨楼不允许女子进入 奴家给你开特例 好啊 走吧 我先她一步进去 潇洒坦荡 她一笑 也跟着走进来 她把我带进芬芳富裕的雅间 给我漆了杯芳香四溢的茶 薇娘往我跟前一凑 好喝吗? 还行 薇娘轻笑 这茶 裴大人送的 我手一顿 她瞧见了 凑进来眼善低语 是裴远 大裴大人 不是小裴大人 哦 我莫名松了口气 继续品尝 好茶 她刻意撩拨自己的发簪 簪上小铃铛叮铃作响 这发簪 裴大人送的 在服服自己熏了浓香的衣裳 这铃罗大绣衫 裴大人送的 我接过她的话 把茶杯一搁 别手看她 有话直说 燕夫人想要回去吗? 不想 薇娘一噎 又笑起来 不怕我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让大家都知道 你那死鬼丈夫的德性 不怕 我拖腮看她 你若传出去 该担心的是你自己 小心小裴大人找你算账 薇娘被我堵得半赏出不了声 我自顾自品茶去 僵持许久 她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奴家想要五十两银子 我没钱 奴家知道你们在茶万佛寺 奴家兴许能帮尚忙 意料之外啊 我放下茶杯看向她 探不出她脸上有作假的痕迹 你怎么帮? 说说 不入虎学焉得虎子 我手上有翠云草枝 我在那些银贼身上留证据 到时你们捉人即可 想想他们为什么对你下手 因为你是寡妇 他们知道你就算不小心怀了 也会想办法打掉 不敢声张 推济吉人 他们想要动手的对象必是有妇之妇 他们知道 这些妇人即使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 也会刻意隐瞒他们的丈夫 毕竟这是丑事 没怀孩子 就当没发生过呗 他看出我眼里的疑惑 笑道 我呢 昨夜陪了会儿小鹿大人 他喝多了 吐出些不该吐的也不为过 这小子 小小年纪逛青楼 回去飞奏这熊孩子一顿不渴 我打算问得再清楚些 你也会缺银子 夫人只说需不需要 我做事你付钱 钱到位事成了 告诉你原因也无妨 行啊 事成之后别说五十两 我给你一百两银子 够你花 傍晚 微娘和一个归宫做搭档 盘好发际进了万佛寺 恰逢此时 大风卷起茅草屋顶 学夫人为保护女儿免受惊吓 早产了 陈倩贤赶来向我求救 我即刻召来熟视的大夫 前往茅屋 产房里进进出出 血水端了一盆又一盆 热水怎么也烧不尽 这个年代生产如过鬼门关 我在袍屋里看火 哄着莺莺的陈倩贤 焦急地等待着 陈倩贤抱折 我送给她的小鸟抱枕 哭得稀里哗啦 我要去捉小鸟 换钱给弟弟妹妹买新衣服 你不用 可是现在老爷们都不玩鸟了 没关系 我们 他们还吓我 说要把我捉去做乘罗刹鸟 那才好玩 什么 乌娃 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 心上悬起的大石怦然落下 与此同时 大理寺方向传来咚咚敲鼓声 微娘得手了 我抱着陈倩贤前往产房 看望薛夫人 薛夫人让产婆把上在啼哭的女婴送到我怀里 燕夫人 这孩子 来得正是时候 把她 带去大理寺 我来到大理寺时 微娘正跪在堂中央 三个和尚被牙役绑了 跪在微娘之后 哟 三颗鲁蛋饭蓝光 可以当夜明珠了 微娘生情定貌 泪水花花 我见有脸 奴家在寺里受了银贼侵害 就是他们几个 摄氏和尚左右看看 刚想说他信口雌黄 却在忽然看清同伴秃头上的荧光后 大惊失色 我与夫君享入万佛四求一子 四里和尚却说 宋生娘娘夜晚要寻我 不让夫君与我同房而眠 可奴家刚进房间 就中了一箱昏迷过去 到了夜晚 他们三个从床底地道钻出来 侵犯奴家 奴家无奈 想到翠云草枝约莫一顿饭功夫才会泛光 便拿出来抹在他们头上 大人可以到万佛四后禅房左属第三间看看 蜡烛有一箱 床底有地道 一个脾气大的和尚怒吓 见人说谎 你根本没点蜡烛 房中哪来的一箱? 我出声博道 小师傅如何知晓 他未点蜡烛 莫非你当真进过那间房 闻不到你想闻的香? 我 再者 见人这等词 是你一个出家人该说出口的吗? 可能是我的声音太冷 公堂上无人回应 只有我怀中孩儿声声啼哭 另一个和尚像是才反应过来 惊呼道 你是专程来算计我们的 我说 你那踏上功夫怎生 他的半句话被最后一个和尚打断 大人 我们确实冤枉 贫僧在佛祖前念诵经书 怎会行如此污秽之事 培牙静静听了老半天 此刻终于出声了 本官给你们一个自辩的机会 先说说 头上的荧光从哪里来?三个和尚面面相去 或许是蹭到了什么地方? 万佛寺方圆百里都为种植翠云草 唯有这位夫人身上有 本官已派人风茶整座万佛寺 那间房里的情状 你们还未来得及处理吧? 说漏嘴的就是说漏嘴 人证物证的齐全只是时间问题 可这三个和尚竟开始哭丧 大人 我们只是出家人 万万不可犯那色戒 定是这妇人蓄意陷害 求大人给咱们一个公道 娘的 还嘴硬 滴血认亲 给老娘染起来 我抱着孩子踏入门槛 大约一年前 有一寡妇于寺中受害 我怀中孩儿的父亲定是万佛寺其中僧人 我知义法 名为滴血认亲 不如先取在座三位小师傅的指尖邪 与这孩儿一世 三个僧人面上复杂无比 一脸赌徒模样 培牙拍《响经堂墓》 准露青端来清水与消过毒的细针 我抱过孩子 在他指尖轻轻一点 取了滴血 孩子登时哭得天昏地暗 我瞬静他的指尖血 轻轻摇晃地哄着 不出意外 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和尚糟了痒 他的血与孩子的血相融了 三个和尚之大难临头 跌坐在地上不吭声 片刻后 抱脾气的和尚 把那小和尚猛地一推 他造的孽 与万佛寺无关 小和尚急了 大师兄 明明是你领着我和二师兄这么干的 每次都是你第一个常仙 要怀也是怀了你的才对 怎么可能是我 二师兄也开始撇清关系 不关我的事 凭什么牵扯上我 哦呼 又说漏嘴了 他们吵着吵着 在某一时刻忽然全都安静下来 满脸诧异地看向满脸得意的我 你 你诈我们 裴牙看到结果 瞟我一眼 朝他们冷哼一声 这还有何可变 压下去 为首地抱脾气和尚破罐子破摔 小裴大人 你可知万佛寺受谁庇护 你真的要为一个贱妇斩了自己的仕途吗? 经堂目响起 裴牙置地有声 不论受谁庇护 本官在其为谋其职 为的就是给百姓一个交代 来人 把他们拖下去 听后发落 和尚嘴里还在嚷嚷 骂威娘骂裴牙还骂我 这等困兽实在没什么必要与其抬杠 自降身价 我哄着怀里的孩子 慢慢往茅草屋走 乖乖 爸爸是谁不重要 咱回家看妈妈去 和尚嘴巴硬得很 前因后果都不肯吐出来 许是坚信他们的主资定会救人出去 裴牙忙得四脚朝天 没空搭理我 无所谓 我去找威娘喝酒 一开门 媚相肆意 我捂住鼻子 干 你是要勾引我吗 威娘踢着玉袍 光着脚丫从屏风后走出 我这屏风后藏有小冰库 需不需要我拿些冰块来给你解热 这倒不必 我把一百两银子拍桌上 一百两 说到做到 威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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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前 将她收入囊中 看着我似笑非笑 下次这种破事 你也可以找我 我一愣 一百两银子不够你花 你不是攒钱赎身 赎身了 我能去哪儿? 去你们大理寺啊 也不是不行 你可以发掘自身技能 像我 不也做了个边外人员 威娘摇摇头 算了 我没想过离开烟雨楼 那你一下 要这么多两银子 想干什么 威娘朝我几眉弄眼 想知道 那你先告诉我 大理寺一出戏 你是怎么唱的? 这简单 我斟了杯酒 侃侃而谈 你的证据其实已经齐全 怕的就是他们死活不改口 这孩子是早产儿 不好让他受伤 所以当时 我是偷偷扎了自己的指头 我在水里加了明凡 就算猪和狗的血滴下去 也能融合在一起 若他们问心无愧 一定会像环环一样 怀疑是水的问题 而不是情急之下互相攀扯 把咱们的真凭实据 和他们情急之下吐出的真言串一串 不就能串出证据确凿 串出百口莫辩了吗? 威娘连连鼓掌 连环套 佩服 不过 环环是谁? 一位事业批 我拖着腮帮子 挑挑眉 现在能告诉我 拿一百两银子做什么了吧? 给翠娘治病 威娘常常舒出一口气 翠娘得了花柳病 被赶出去了 翠娘是威娘的好姐妹 好到什么程度呢? 威娘第一次接客 她不情愿 逃出来求助 翠娘让她安心 替她顶上了 威娘第一次上台表演 谈错音 被客人骂了 保姆要罚她 翠娘好言相劝 用自己攒的银钱替威娘挡了罚 威娘第一次被无理顾客纠缠 翠娘出面调和 她把顾客的注意力转到自己身上 替威娘受了一夜搓磨 一次又一次 直到年月如流水匆匆而过 翠娘滋容如鲜花凋落 威娘不得不接受烟雨楼的规矩 渐渐独当一面了 她也能帮衬着翠娘 用自己挣的钱养着容色见老的她 可不幸的是 翠娘不慎染了花柳病 被赶出了烟雨楼 她的钱全被保姆扣了 身无分文 威娘紧急责任 选了个富家少爷 盘了个小院给翠娘养病 可少爷怎么可能会为一个染了花柳病的妓女上心 她的病迟迟好不起来 威娘一筹莫展之际 碰到了来查案的裴衙和我 裴衙和裴远共用一张脸 又听得她叫我嫂嫂 威娘记上心头 后来的事情 你也知道了 威娘眉目间略带忧色 一百两 足够请个名医给翠娘治病了 后续若需要长时间的调理 也不必愁 我心下不忍 又摸出几两碎银给她 你早跟我说呀 说了我帮她 威娘把我的碎银推了回去 若非我亲手赚来的钱财 我于心不忍 做咱这一行 被人看不起很正常 你要这样施舍 奴家就当你瞧不起我了 我善善收下 我没这个意思 只觉得你仗义 奴家知道富人心善 可一整个烟雨楼的人 岂是你一人就能救下的 谁也不想辞福于男人身下讨他们欢心 可踏上这条路 除了走下去 我们别无她法 所以呀 焉夫人 事到如此 你出手相帮 也只能解一时之急 你放开手 让我们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吧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但也支薄了她 也是对她的不尊重 我端起酒杯敬她 来 我敬你 喝了这一杯 咱们就算朋友了 威娘毫不留情笑话我 哪个夫人会跟妓女交朋友 还是王夫的情人 我拍拍自己的胸膛 长安城里没有 那我就做第一个 她笑笑 与我饮酒交谈 不醉不归 只醉今明夜 憨笑亦淋漓 那夜憨醉 我完全不会想到 意外即将降临到她的身上 长安迎来第一场大雪前 威娘失踪了 不只是她 几个周边小城镇 有不少女人孩子失去踪迹 失踪者家属前来报案 户部里竟然没查到失踪者的户籍信息 那么多人宛若人间蒸发 此事过于蹊跷 东来 燕子窝空了 威娘的房间也空了 她的房间脚印纷乱 我花了几日几夜账粮排查 却是一无所获 她似乎是在房中凭空消失的 天上飞 水里游 暗中庙中流 不宇殿 烟花楼 游魂不虚仇 天上飞是罗刹鸟 水里游是井童子 暗中的庙是万佛寺 烟花楼即是青楼 长安的青楼不少 裴雅也曾派人戒严 可现在房不胜房的 竟开始闹失踪了 最近的失踪案太多 人手不够 大理寺里只有我执着于寻找威娘 二皇子李继也下了彻查的命令 可几个月来毫无进展 最后 布宇殿是什么地方 整个长安城没人听过这个名字 我从薛夫人家出来 垂头走在雪道上 冻得直哆嗦 丝毫没发现这条道上有何不妥 直到碰上迎面走来的两个人 一人拿着把羽毛扇 眯折眼打亮我 夫人独自于雪中行走 可是有烦心事 我回过神 尴尬笑笑 往旁边一避 那人拦在了我的面前 彼此彼此 那人煽起雨善 煞有介事 夫人真幽默 贫道看夫人印堂发黑 恐有变故加深哪 我已独乱回 这场风雪来得突然 我没带伞 不就是风雪加深了吗? 她笑得没脸没皮 外来客难适应 不如偏安逸于 物馆红尘事 我一顿 呼得脑袋嗡嗡 你说什么? 她身侧那个有点眼熟的地主家傻儿子拿起摊上的泥人 在那人眼前晃了晃 看! 罗刹鸟 那人温和一笑 拍拍她的手背 这是小燕子 小傻子走到我面前 低头打量我片刻 你是小燕子吗? 我被她吓得一退 随口答道 叫我方词也行 哦!她长长地拖了一声 转头对那人笑道 把她做成小燕子行不行 我灯时汗毛直竖 倒退两步 脑海里回想着陈倩贤那句话 他们还吓我 说要把我捉去做成罗刹鸟 那才好玩 身后又有一个人拽住我的胳膊 我吓得一回头 青山白场 红伞遮雪 是培牙 她两步跨到我身前 观起伞 向两人微居一躬 下官见过三皇子殿下 我吓得差点站不稳 抓了一把裴牙的后腰 才直起身 裴牙整个人颤了一颤 忍痛站在我面前 挡住三皇子他们的视线 下官家眷 不知殿下清街 无意冒犯 下官替她道歉 不知者无罪 殿下与民同乐 哪里是这等小气的人 二位请起 与民同乐还清街 啥玩意儿 三皇子身侧的人发了话 裴牙偏头攥住我的手 紧了紧 示意我不要出声 谢殿下 小裴大人不在大理寺当职 出来做什么 这几日消失的都是女人和孩子 下官不放心家眷一个人 便出来接她 哦 哪者与善的人 了然斑叹了一声 既是官员家眷 也不会有哪个没眼力见的来捉人吧 裴牙微微汗手 没有应答 三皇子礼前 拽了拽身侧人的衣袖 刘允 走吧 我们还要去万佛寺 好 我们走 二位再会 他们与我们擦肩而过离开 我却不敢抬头 方才三皇子好像对我很感兴趣 一直好奇地盯着我看 一副要把我剖开 看看李欣的感觉 身上的站立感还没退去 裴牙即刻拉折 我的手大步往裴府方向走 你怎么跑到街上来了? 我迈着小碎步 却追不上她的脚步 我探望薛夫人回来 要找陈倩贤回家呀 这不就去最热闹的地方了吗? 话音未落 不远处传来一声清脆响亮的呼唤 夫人 燕夫人 陈倩贤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她穿着一件成人的绫罗大绣衫 拖在地上带起一地残血 我心里一咯噔 这大绣衫 好眼熟 陈倩贤张开手臂 和我抱个满怀 燕夫人 你看这件衣裳好不好看? 阿娘会不会喜欢? 我上下打量 拎着她前后转 确认了这是当时薇娘向我炫耀的 那件裴远赠送的绫罗大绣衫 我紧紧抓住她的胳膊 欠贤 这衣裳哪里来的? 城墙底下一个大姐姐身上呀 我心底一凉 快带我去 我们赶到城墙底下时 薇娘的尸体边已聚集了不少围观群众 我拨开人群冲过去 才见薇娘细血遮眉 身体冰凉 我不是没见过尸体 可瞧见曾经明媚的薇娘被摧残至此 无形的痛感忽然如茫茫大雪将我冻在原地 耳边是围观群众的窃窃私语 就是她简举的万佛寺 见人一个 要不是他 我当家的哪里会怀疑儿子是不是他的? 我那儿子生下来就不像当家的 我心里有疑 本也可以瞒下去 就是因为这个贱人 没有他 我摇阿桃 不至于被抛弃 贱人 害我在家里抬不起头 活该被人糟蹋死了 我如置身井底 屋檐碎雨 若碎石砸下 余音撞上井壁 在我耳边环绕 我获得站起 救助教的最凶的人的衣襟 要怪就怪大理寺非要揭露万佛寺 要怪就怪大理寺非要寻一个真相 你们一口一个贱人 若没有他 还会有多少妇人遭殃 姚阿桃被吓怕了 但仍扯着嗓子骂我 我们遭殃的时候 你们在哪儿? 怎么没见你们替我们出头? 你们报案了吗? 你们想来报案吗? 报案有什么用? 我们都遭殃了 报案是为了不让其他人遭殃吗? 他一个妓女 我看就是想睡那些和尚才去的万佛寺 现在这个下场他活该 我一拳打歪了姚阿桃的脸 围观群众喧嚣顿气 咒骂声、劝架声混在一起 裴牙一把抱住我 别冲动 现在不宜和人起冲突 咱们先护好威娘的尸体 倩贤去大理寺找路大人来 裴牙拿出腰牌 喝退了辱骂威娘的人 他背对折我 拦在我和威娘身前 大理寺办差 闲人勿尽 寻衅滋事者通通打入大牢 姚阿桃捂着脸 嘴里骂骂咧咧 碍于培牙威严 恶狠狠瞪我一眼 引退到围观者后去了 没人敢姿势 直直点点的人群看腻了 也渐渐散去 我跪在威娘面前 脑子里闪过和她相处的一幕幕 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人骤然逝去的痛苦 哪个夫人会跟妓女交朋友 还是王夫的情人 其他人都恨不得把她扒光了咒骂千万遍 确实 肯和她交朋友的 只会有我一个 我冷静下来 查看威娘的尸体 她上身完好 下身却饱受摧残 双腿还有被针线缝合的痕迹 我的手抖得厉害 我脱下斗篷盖住她的身体 不忍再看 陈倩贤也带着陆青一行人赶来了 她傻里傻气地在我周围打转转 燕夫人 你为什么哭呀 我缓过神 揉揉眼睛 果然泪花点点 没事 只是风雪迷了眼睛 培牙吩咐陆青连好尸体 把早已站不稳地我扶了起来 我先不回去 不回去 你干什么 我挣脱她的手 这儿有拖印 我要往她来时的路上走 我不顾培牙和陆青的呼唤 弯腰寻找雪地上淡淡的血印 一步一步走向深山 痕迹从脱痕变回脚印 风雪刮过 痕迹渺茫 我猫下身子 根据脚跟细微的朝向变化 一步步往回走 直到脚印彻底失去踪迹 大雪茫茫 群山肃木 脚印断在了一处悬崖下 隐隐的血腥气 被雪风冲了个干净 我仰起头 看像刀劈般的山崖 心里一揪 啊!身边蹦蹦跳跳的陈倩贤忽然尖叫 拔腿往回跑 裴牙一把捞住它 把它揽入怀中 不要乱跑 有什么话和我说 你怎么了? 上面有鱼 人身的鱼 我看到了 小脑袋好像恢复了一些记忆 陈倩贤哭得风雪飘颤 追鱼的人把我推下来了 脑袋好疼 它挣脱裴牙 转而扑到我的怀里 浑身发抖 听完它的话 我们也陡然一愣 裴牙站起身 抬头看向山崖 目光沉沉 阿语 我们先回去 威娘的尸体停放在一桩 烟雨楼无人敢将尸体领回 五座宴完尸 鹿青将草席一盖 眼底淡漠 失踪人口只找到它一个 它身上再没别的东西 卷个草席埋了吧 我驳回陆青的提议 拿我的工资 给她准备一幅棺材 为什么? 她只是个 她帮过大理寺的忙 既有功劳也有苦劳 她死了 我难道没有资格替她收尸 陆青犹豫着上前 轻声道 燕夫人 他们都说 找回失踪人口的人容易怨气上身 若你帮她 下一个失踪的就是你了呀 我刚想反驳 便听培雅冷声道 地不与怪力乱神 这等话百姓说说也就罢了 你是大理寺主部 也信这些 陆青别别嘴 不说话了 我收拾好东西 抱着陈倩贤走出一桩 陈倩贤缩在我怀里 抖的手都抓不住 我柔声安抚她 倩贤乖 燕夫人已经和你娘打过招呼了 大理寺会保护好你的 你给大人们指路 我们不靠近那个地方 陈倩贤点点头 一边哭着 一边领我们爬上雪崖 来到半山腰 半山腰那处 有一个黑郡郡的山洞 满山的雪都掩不住那黑口子 我在这里抓鸟 忽然看到一个东西爬出来 后面还有人追赶 然后那东西掉下去了 我吓得哭出来 追她的人 反倒过来把我也扔下去 小孩子都不放过 行径恶劣至极 我摸摸她的脑袋 往后站了站 刘庸拿起棍棒 领着人放轻脚步 缓缓递进洞口 忽然 洞内传来稀疏声 侍卫立刻停住脚步 听声分辨 声响时隐时现 留拥仰手 让侍卫往后撤退几步 转头和裴牙商量着该不该上前 不会是什么大棕雄冬眠的地方吧? 若有大棕雄 官府早告诫不许上来了 还有人来这儿捉小鸟 可是 话音未落 一头黑狼呼得从洞口窜出来 侍卫们吓了一跳 纷纷后撤 那只黑狼极其瘦靴 若没有一身黑毛 想必跟戏狗没什么区别 它挣扎者 一步一踉跄 盘山着朝这边爬来 侍卫们拿着火把 吓得连连后退 他看清我们 拖着血迹 黑毛中满含祈求 喉咙里咕噜噜地哀嚎 一头受伤的黑狼 一列拿着火把的侍卫 半牙上的这幅场景 总透着诡异的味道 而身处队伍后的我 心跳骤然加速 这具身体 对狼过于敏感 我捂住陈倩贤的眼睛 迅速往后跑 护得一个猎切 我把陈倩贤护在身下 燕夫人 别怕 我保护你 倩贤不怕 但是燕夫人 你怎么抖得这么厉害 额头一凉 他瘦削的手指往我头上一蹭 还出汗了 我尝出一口气 努力平复心情 我抱着陈倩贤站起来 看向那头狼 奇怪 黑狼的眼睛不该是这样的 他满目寒泪看着我们 开口却说不出话 忽然 黑狼猛地一抖 竟乌咽着朝露青爬过去 裴牙举起火把 要挥退他 露青却猛地捉住他的手 大人 等等 我好像认识他 他推开裴牙 缓缓上前 蹲下身子 细细打量这只黑狼 黑狼乖乖俯下身子 喉咙风向般撕扯 泪花连连 雪风刮耳 露青骤然高呼 来人 快抬担架 救人哪 这头黑狼是人 他被烫开皮肤 沾了满身黑毛 惯了生气 从此无法说话 四肢被削成相同的长度 方便爬行 裴牙竟也认出了这个人 陆支 陆青的亲弟弟 青家书院学子 去年冬天 他误杀铜窗 被判斩刑 只是不知 他现在为何会以这种模样出现在大家面前 半崖上的山洞神秘而充满危机 无一人再敢上前一探 我们一行人 默默坐在医馆前堂 等陆青的消息 半晌 陆青走出来 面色凝重 我和裴牙看向他 站了起来 陆青双眼熬得通红 看着我们摇摇头 医馆准备用烟夫人上次提纯的青霉素 他这一身的黑毛 也不知道 陆青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我和裴牙对看一眼 明白了他想说的话 采生哲歌 团体捉来弱者 人为制造残废或半人半兽的怪物 制造幌子 骗取他人同情 获取钱财 陆青兴许是去年侥幸未死 被人掳去弄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卸取一身黑毛 要承担极大的风险 万一伤口引发炎症 后果 医治前 陆之会把去年所经一切写出来给我 届时我会告知大人 陆青身心俱疲 朝裴牙居了一躬 大人请回吧 裴牙微微汗手 待我回府 时至傍晚 万佛寺终声响起 宵尽将至 目光折射在地上的雪 冰冷与暖光交织 心上压着一桩桩案子 我们的心实在晴朗不起来 我忍不住打破沉默 被捉来的摄氏和尚怎么样了 不肯招认 但我有些头绪 只是没有证据 我心里一咯噔 转头看他 你先说 户部 礼部尚书之位 都由侍郎顶替 我哥的奸展官一位 也被人顶上 这三人都属三皇子母家麾下 你怀疑是三皇子干的? 三皇子是个傻子 脑子又不灵通 看起来不像是会争夺皇位的人 到时他的母亲新贵妃 又当太后掌权的苗头 垂帘听证啊 我思索片刻 忽然一起清晨在街道上看到的那两人 如果三皇子是傻子 为什么要给他配一个谋侍呢? 哪个谋侍? 哪羽善的那个? 那个是起居郎 叫刘允 我停下脚步 不对 三皇子说要把我变成小燕子 这句话我总觉得 总觉得毛骨悚然 我扯住裴牙的衣袖 三皇子有没有生过大病? 或者落过水? 嗯! 你怎么知道? 三皇子天生吃傻 不过也如你所言 落过一次水 发过一次高热 昏了足足三天三夜 太医都说没希望 可三皇子却忽然醒过来了 不过 他苏醒之后还是傻的 没什么异样 我瞬间充满斗志 落水就是个异样 查他 培牙疑惑 你那么肯定? 我怀疑地步雨出自他手 按照经验 钉死回光之人 八成是穿越者 地步雨是轻人所住 他改了一个字 搬到现在 用这个时代的人从未听过的诡异故事制造恐慌 他目的不纯 地步雨这条线索 我们也去寻过 我们找过出版书方 老板都说是一个披着斗篷蒙着面的人 给足银子让他们印刷的 身高体型都是能淹没在人群中的那种 寻不到什么特征 可惜没见到脸 见过的话 培牙一手丹青 绝对能按图所记 不过没关系 三皇子这条多出的线索 插那间 让我肾上线素狂飙 插 给老娘插 插不了三皇子 插他的起居廊 插他 陆芝活下来了 陆青也满腹心事找上我 我坐在后院台阶喝酒暖身 踩着台阶下不知何时松动的青石板 抬眼看空荡荡的燕卓 他坐在我身侧 我替他斟了杯酒 听他聂如半赏后开口 燕夫人 这案子我们还是不要查下去了 我一愣 酒杯一邪 我赶紧端正 为什么 他垂谋斟酌说辞 涉及的范围太广 我怕最后会伤亡惨重 不如就此止步吧 我被他这话说得一愣 转而明白过来 陆芝写了什么 你知道了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陆青声音陡大 反应过来后 他环顾四周 低声道 燕夫人 这不值得 你说什么 我有些不可置信 一顺不顺盯着他的脸 你是大理寺的人 大理寺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你一句不值得 谁为薇娘申冤 她是个妓女 为这等身份的人得罪权贵 更不值得 我的脑袋呼得一白 像有万丈雷霆梯下 痛得无法思考 只有那句话 在我脑子里回荡 她是个妓女 不值得 燕夫人 燕夫人 陆青摇晃我两下 我回过神 看着陆青这张面孔 我竟觉得有些陌生 陆青 你再说一遍 谁不值得 我早就想这么说了 你为什么要和这等身份的女人做朋友 她身家不清白 与她为友 你图什么 别人又是怎么看你 再者 为什么要为一个妓女得罪权贵 得不偿失 她的话给我泼了一桶又一桶冷水 我才发现过去一年 我这个人好像一直都不怎么清醒 我不在乎什么妓女 什么寡妇 我佩服她 便跟她交朋友 和她聊得来 就与她一起喝酒 什么眼光 什么图谋 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我忘记了这个时代阶级分明 自以为融入了这座长安城 姚阿桃骂她贱人 陆青说她不过是个妓女 他们都看不起她 怪不得威娘说 她惯了 陆青因倾家书院收下贫寒学子感到不满 痛斥钟郎断了两位官家子的后路 完全不提及钟郎是书院霸凌的受害者 我早该醒悟 陆青是看不起威娘的 也看不上钟郎 因为她是妓女 她是挑粪工的儿子 我抄起酒壶 挣脱陆青的手 踏出门槛 她抓住我的手腕 你去哪里?去查案 燕夫人 我只是不想你去涉险 陆之逃出生天 背后的人不是我们惹得起的 她再不干 我也不得不就此作罢 你当真要查下去 我不奉陪了 我要保证我家里人的安全 我理解 燕夫人 你一个人推不翻他们的 我一直敬重你 觉得 一直敬重我吗? 我努力稳住发颤的声线 看向她 青家书院那次 你本不愿把死者的鞋子拿给我 培牙给了你一个眼色 你才没好气地把鞋子扔过来 我在丈量脚印时 你的声音混在窃窃私语的鞋子里 说我一个寡妇 出来抛头露面 成何体统 我听到了 只是不想跟你计较罢了 你哪里一直敬重我? 你一开始也很瞧不起我不是吗? 我若没有协助破案 你会一直看不起我对不对 路青脸色一僵 上前拉住我的手 阿语 我一把甩开她 我早该知道的 我和你永远成不了一路人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 任她如何呼唤也不回头 天下熙熙皆为历来 天下攘攘皆为历网 长安城细雪未停 我的身边走过许多人 桃花酒洒得我满身都是 我浑浑噩噩行鱼道中 竟觉得街上行人 只有我如游魂 我跌了一跤 见了满身白雪 我抬头望 长安城青瓦白墙 亭与楼阁 恍惚间变成几百年后的高楼大厦 可虚余间又变回了原样 一切都是那么陌生 细雪落在鬓边发上 落在心上 够凉 凉了 我又能如何? 我稍稍平复心情 站起身 阴影漫上 一把红伞替我遮住风雪 回过头 青山白场 还是那个熟悉的官 我没搭理她 踉呛着走回陪府 进屋 她尝试着换了我一生 阿语 我打断她 你也要告诉我 不值得为一个妓女查下去 她没有犹豫 谁说的不值得 大理寺为民请命 妓女也是民 我仰其脸看她 她继续道 不止为娘 还有薛夫人 陆枝 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女子才查案 我心中跌宕 生了贼胆 一下揽住她的腰 我靠近她 嗅到她衣上竹笠香 抬起手 妈撒她的嘴唇 鸡变呕不变 阿! 青 亥 李 啤 彭 培牙一头雾水 阿语 你在说什么 我的心情低落下来 你和我不一样 太可惜了 我妈撒她的发丝 自言自语 我念我喜欢的诗 玩我喜欢的梗 自娱自乐 我的梗被陆青听去 她有样学样 还拿这些陪我聊天 我觉得亲切 把我知道的梗都交给她 以为她能成为我在这个时代最好的朋友 直到今天我才醒悟 这个时代的人就是这个时代的人 会玩梗 会撒娇 也拔不掉她根深蒂固的思想 我头昏脑炸 哪儿能支撑我我就往哪儿靠 我像不像个笑话 不像 我的想法是不是很蠢 不蠢 我仰起头 看向培牙 我不是第一次知道培牙好看 但喝醉时看到的朦胧的她 实在是太惹人犯罪了 我喝醉了 允许自己做错事 踮起脚尖 我一把搂住她的脖子 她没有推开我 反而搂住我的腰 我很难过 你有义务安慰我 我稀里糊涂说出这句话 额头抵着她的额头 呼出得气息温热 她把我稍稍推开了些 她似在挣扎 我是谁 裴大人 我的名字 裴牙 酒劲上脑 我合上眼睛 身体有些发软 呼得双脚腾空 我被培牙抱到了暗台上 嘴唇被封住 酒香萦绕齿间 身躯却逐渐染上凉意 她又问我 会不会后悔 我摇摇头 要干就干 啰嗦 再后来 我被送到了榻上 满目止于晃悠的红杖 此日雪未停 狼灯摇晃 我起身点了炭火 仿佛昨夜什么都没发生 裴牙穿上衣裳 恢复了从前文质彬彬的模样 我打破了屋内良久的静默 和刘允谈好了 裴牙摇头 她说 今日再来寻我 你们就聊了两句 是 她说三皇子喜欢清静 把我赶出来了 越是这般越有问题 他们怕是在紧急商量对策 看看自己有哪些疏漏 我穿好衣裳 正要推门出去 却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小裴大人 小裴大人 是刘庸的声音 这次又要带什么坏消息回来了 裴牙出去打开大门 小裴大人 一个坏消息 一个好消息 您要先听哪一个? 不与店裴牙犹豫了一下 我自作主张出声 好消息 刘庸和裴牙同时一愣 刘庸抱着笑道 好消息 三皇子的起居郎来大理寺了 不过 他要寻的是燕夫人 我和裴牙面面相去 裴牙问道 那坏消息呢? 那些和尚 被毒死了 我们心里一惊 又对看一眼 然后非常默契地收拾好 往大理寺牢狱走去 和尚是被掺了毒药的食物毒死的 食物是从大理寺刨除出来的 经过很多人的手 一时查不出来 裴牙留下来调查 我先去找刘允 刘允站在后院门前 抬头看着腹血的燕灼 听到声音 她回过头来 夫人 我上前打量她 与她保持十步以上的距离 刘大人不寻小裴大人 寻我一个小女子做什么 我不上前 她倒上前了几步 我该叫你方慈夫人 还是该叫你脆嘴夫人呢 我心中一顿 忽见她转身 与善指向院门眼角 去年来大理寺 燕子窝还挂在小裴大人书房门前 今年怎么一到后门了 我压下怦怦的心跳 随口回道 春天燕子闹堂 大人又恐燕子无家可归 便把她移到此处 是吗? 我还以为小裴大人在暗示你 这辈子都没法踏进大理寺的门呢 怎么会呢? 她明示我就好 何必那么曲折 我在脑子里迅速过了一遍 方慈这个名字在她面前提到过 可脆嘴是怎么回事? 脆嘴这个名字是在大理寺牢里提的 当时只有钟郎和刘庸听到 我浑身一颤 钟郎没死 而且还在礼前麾下 这些案子果真与礼前有关 刘允丁者我的脸色看 产然一笑 夫人上前来 小人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我在心里徘徊一阵 走上前 耳朵也凑了上去 烟雨烟夫人 三皇子想见您一面 我浑身一抖 后退几步 心跳骤然加速 不安敢瞬间席卷全身 我握紧拳头 刘允朝我行礼 我还有事 先回去了 脑袋嗡嗡 我看着他一步步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喉咙像吞了声漆 脚下像灌了牵 说不出话 走不动路 直到培牙寻到我 我紧紧抓住他的手 你陪我去 去哪儿? 与其等他上门 不如主动出击 培牙 你想办法带我进宫 我们去见三皇子 时间好像在刘允的一句话后突然加速 我才从大理寺出来 就被呼啦啦一群人围了起来 围首的人是姚阿桃 把这淫妇抓起来 进猪笼势众 身为寡妇 还去与王夫亲弟私通 罪无可恕 我被愤怒的人群围起来 拳头兴点般落下 我逃无可逃 无力反抗 还好陆青及时赶来 他把我从人群中解救出来 我已被众人捂花大绑 我莫名其妙地被人推进大理寺 一头雾水地跪在堂下 姚阿桃作为证人 亦跪在我身侧 烟雨未与王夫解除婚约 还勾引王夫亲弟 荡妇所为 何该杖杀 寡妇与小叔生情 这在民间 其实并不是件新鲜事 只要没人闲着没事揭露 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是我之前给了姚阿桃一拳 她记仇了 要借机反攻 堂上坐的是大理寺少卿 裴牙被她的同事拉下去避险了 身后也不知哪里来的邻居 一个两个跳出来指控我 什么夜半银声浪雨 什么并肩眉目传情 个个都很有成为风月画本作者的前置 姚阿桃见我没有一句辩驳 淡定得过分 好像有点意外 邻居们亦是面面相去 你没有一句话想说吗 我挟了他们一眼 你们有备而来 我一张嘴说得过你们吗 民女百口莫辩 只愿大人能还民女清白 我好像把他们整不会了 他们四处看看 眼神一对 拉了个一锤定音的证人出来 那证人跪在我身边 我一看 再一惊 刘雍 刘雍不敢看我 向堂上那位连磕了几个响头 小的曾亲耳听到小裴大人要放燕夫人离开 可燕夫人并没有这个打算 还牵了大人的手 形状亲密 躺下一片唏嘘 刘雍趁热打铁 昨夜小的还看到燕夫人将小裴大人灌醉 扶他回房 今天一早 夫人竟是从小裴大人房中出来的 刘雍自己都说不下去 偷瞟我两眼 又磕了几个头 小的句句属实 又是跟在小裴大人身边的人 不愿耽误大人 亦不敢作假 我忍不住参踏 不敢作假也做了 在这儿装什么 姚阿桃奸生奸气闹起来 跟妓女做朋友的能是什么好人 自己就是个当妇 邻居也在帮腔 裴老爷娶亲惨死 他死后 一双就勾搭上了小裴大人 草民怀疑此案有疑 话未说完 姚阿桃当即喝断 民妇只见 烟雨勾引小裴大人 小裴大人 因与其同住屋檐下无法摆脱 小裴大人无措 整个宫堂登时静下来 静得能听到证人们沉重的呼吸声 他话音刚落 我心中更加清明 把裴牙贴得这么干净 想干什么 根本不必我明示少卿 少卿沉默片刻道 燕夫人可以自辩 我答他 无可辩驳 一句话方落 姚阿桃一流 像是心中大石落水 千层浪雨翻飞 贱妇 和燕雨楼的妓女一样贱 裴老爷八成是他害死的 大人 要为他翻案啊 拉他去进猪笼 少卿拍下荆堂墓 宿静 先将燕夫人押入牢中 听后发落 与其顺他们心意进猪笼 不如拉我去斩首 我在牢房里 盘清了案子经过 向少卿严明 死刑执行前一夜 我要回裴府一趟 我有一言交代 关好书房门 我戴着镣铐 紧紧拥住裴牙 把我的猜测都告诉他 万佛寺的陈设破旧 唯有墓前相崭新 这是四里僧人最常动到的东西 普通百姓银子少 多拿铜板做香火钱 铜板还有什么用处? 你该知道的 裴牙思索办上 什么用处? 青铜能助兵器啊! 你脑袋瓜 能不能想原点 裴牙稍稍收敛自己的憨样 煞有介事地点头 皇上主义二皇子继承皇位 三皇子想起兵造反 说得通 他们没铜板修缮寺庙 又因为要拿钱 所以需要给和尚一些好处 这个好处 就是让他们解决生理需求 让他们专挑已婚妇人下手 裴牙点头 也说得通 他们引诱中郎 杀死林芬和汪明 是给礼部和户部两位布唐大人警示 你看 他们逼得两位大人退位让贤了不是? 对 万佛寺的参拜 在礼部管辖范围之内 方便三皇子拿铜板 户部方便抹掉那些失踪者的户籍 让大理寺查不下去 有没有道理? 有 至于你哥 我私存片刻 陆芝本该死了 却还活着 而你哥是奸展官 我怀疑 我抬头看向裴牙 裴牙一看向我 她的眼里逐渐清明 你是说 刘允说 三皇子想见我 所以你放心 我死不了 我笑小 但我现在一定笑得很难看 我不仅死不了 或许还能见到故人 听烟雨楼的人说 威娘是在自己房里失踪的 可最后 我们却在城外发现了她 她的房间 你要去细细地查 看看有没有藏得隐秘的地道 裴牙眼神坚定 我明白了 刘雍和姚阿桃是三皇子的人 负责起哄挑事 要逼死我 翠嘴这个名字 应该是从刘雍那儿透露出去的 那些和尚 八成是刘雍为了灭口找机会堵死的 这两人一定要捉了 能问出多少是多少 明白 刘雍和姚阿桃或许知道布宇殿是什么地方 我会提审他们 好了 我交代完了 我还住她的脖子 在她的唇上轻轻咬了一口 今晚把正事办了 裴牙却休得退后半步 阿语 我都要入虎穴了 去之前 你还不得伺候我一下 淫妇的罪名 我背都背了 既要追求刺激 就要贯彻到底 我把它猛地一推 压倒在床上 排方规矩我不守 我们现在这样 你休要推卸责任 我俯身 封住她的唇 踏上辗转不休 裴牙推开我 僵持片刻 又紧紧搂住我 耳边的声音隐忍痛苦 我们想别的法子 不去了好吗 我摇摇头 箭在弦上 我逃不掉 我是孤女 亦是孤魂 没有人比我更适合潜入敌营 孤女 死了不会有多少人难过 孤魂 死过一次的我 再死一次又何妨 若是成 你赶紧把我娶了 不成 记得把污名洗干净 咱们这辈子绑在一起 我一口咬住裴牙颈侧 她翻过身 把我压在身下 身体温度逐渐攀升 喝着令人耳热的喘息 她将我送上顶峰 头晕目眩 微微睁眼 床榻搁吱不停 头顶红杖翻飞 我累得浑身发软 不忘咬紧她的耳垂 裴牙 你一定要来救我 菜市口执行死刑 刑场过于混乱 鸡蛋菜叶纷飞 咒骂声里 我听到了陈倩贤的哭声 穿过人群 我看到薛夫人带着她的两个女儿 来送我最后一程 我朝他们笑笑 好想告诉他们 我不会死 时辰到 刽子手举起屠刀 我死盯者屠刀落下 却见身前白布高悬 瞬间将我与官刑众人隔绝 刽子手翻转刀身 刀背敲中我的脖梗 身下形台忽然一现 砰 我摔在形台暗阁下 台上鸡血飞溅 我的猜测没错 死刑犯根本不会死 我薄耿腾得厉害 瞬间失去了知觉 我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是白斩琉璃灯 闪瞎人的狗眼 这里似乎是某处雅间 淡淡的熏香 迷得人头脑发昏 飘扬的沙帘 拂过我的脸颊 我坐起身 抬头见到某人抱着胸 居高临下地打量我 醒了吗? 方慈夫人 我站起来 揉揉腿 上下打量 三皇子 是我 礼前没有丝毫傻样 笑着 向我比了个请的手势 坐 我毫不客气地坐下 有时快说 有屁快放 礼前并不在意我的无礼 就喜欢夫人这样的爽快人 礼前拨弄着茶盖 一副装出的优雅 你要不要猜猜本王的计划 无非就是为了造反 有什么好猜的? 造反需要兵力 也需要权贵的支持 该如何讨好 笼络这些权贵? 三皇子有自己的方法 陈倩贤曾说 捉再漂亮的鸟都卖不出去了 因为权贵觉得玩鸟没意思 要玩用人做出的鸟了 人从哪里来? 人从失去身份的死刑犯来 人鱼逃出生天 被陈倩贤撞破 他们把陈倩贤扔下悬崖 陈倩贤侥幸活命 孩子因伤口发炎高烧不治 急得团团转的孩子父亲正好是奸长官的仆从 三皇子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你杀裴远我给钱 大笔银钱 够你给孩子治病 孩子是父母的软肋 陈倩走投无路 答应了 或许是良心发现 他杀了裴远 想将一切告知裴牙 便到大理寺寻他 不巧的是 裴牙彼时在老中家 更不巧的是 他碰到的人是内应刘庸 刘庸送他入狱之前 暗中以妻女相携 逼得他在牢房中悬梁自尽 他们杀掉裴远 是为了奸行 更肆意妄为 刀下留人时不必提心吊胆 死刑犯在刽子手的刀下留了性命 却被投入了另一个地狱 三皇子嘴角地笑眉眼珠 有什么漏洞 让你怀疑陈县背后有人 裴牙是在拜访后 我是在画本出现时 大字不识一个 修书都不会写 看什么地不语儿 他明知故问 那扔画本的人是谁呢? 男性 二十岁上下 又在大理寺中 而今看来 除了刘庸 我也想不到最佳人选了 李前微微汗手 继续 李前派人蛊惑钟郎 杀了霸凌他的林芬和汪明 这个案子 直接导致两位学子的父亲 退出官场 不过我也疑惑 两位父亲为何不死追到底? 那可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官家孩子多 死两个不受宠的数子 给个警示就差不多了 难怪这两个官家子心里畸形 七五中郎 原来是在家里受欺负 转而把怒火发泄到铜窗身上来了 何为草菅人命? 李前那股剑嗖嗖的劲儿 把这个词具象化了 李不管万佛寺礼仪 将李前的人推上去 方便私吞香火钱 围绕地步语制造两个案件 也是为了恐吓长安成民 清家书院的学子曾说 遇到这种晦气事 可以去万佛寺送上一罐钱摸金身 这样过个三五年 万佛寺得到的铜板就能铸造许多兵器 但这点铜板撑不长久 若没有发生薛夫人那件事 李前定会寻求他法 到时候伤亡必定更加惨重 大理寺这次也算将他的计划截于半途 李前阴阳怪气的鼓掌 聪明 文艺作品没少看 继续 他们抓住死刑犯 将他们变成人鱼变成狗 变成棕雄变成狼 供权贵玩乐 可是每年的死刑犯人数不够 需求大于供应了 该怎么办 那便直接捉阳间的人来卸完 逼护不上书退位 安插自己的人 是要抹掉一个又一个阳间人的姓名 让大理寺官员无从下手 涉及皇子的案件 除非想寻死 无人敢投帖举报 去年的鹿枝被弄成了狼 今年的威娘 下体有缝和痕迹 想来是要被他们做成人鱼 我盯着李前的眼睛 寻不到里头有一丝丝人情 你看过地不语 对 去过我所在的时代 对 你去过我的时代 为什么还要这么对待百姓 正因如此 我才该这么做 李前拍案而起 开始一番高谈阔论 我落水坠入那个时代 成为一个底层平民 没有锦衣玉食 没有万人簇拥 我被父亲鞭打 被母亲辱骂 低头从烂尾楼顶看下去 众生皆如蝼蚁 李前张开双臂 眼底疯狂翻涌而上 母妃是父皇的表妹 近亲成亲 生了我这么一个痴儿 我分明是最没威胁的一个 只因母妃要利用我掌管朝中大权 我被推入权斗漩涡 被李肃针对 我什么都没做错 他却派人把我推入湖中 要取我的性命 我到了你们的时代 才知道身为皇子 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我既然回来了 不傻了 那就一定要站到最高位 摆弄蝼蚁 地不雨 地不雨 朕还没出声 而等贱民没有资格 对阵呼三喝四 李前凭空摆弄什么东西 双眸泛红 面目猙獰 穿回来那天 楼下走过一个女孩 高挑 好看 我把窗台上的花盆推下去 她转过来 在我耳边轻轻起唇 砰 这么轻轻的一声 就取了她的性命 上位者杀蝼蚁 弹指一挥间 爽快 娘的 逼我穿越的罪魁祸首 原来在这里 我狠狠扇了她几记耳光 那一刻 我就是长安城掌管耳光的神 你真是个混账东西 这一趟白穿了 李前捉住我的手 眼底疯狂骤现 这个时代 也不是你该来的 小姑娘 她扯住我的头发脱形几米 呼得掀开帘子 掐着我的后颈 逼我往楼下看 本王带你以示仁慈 你看看他们 灯火辉煌的大殿 正上演着世上最黑暗的交易 直立行走 顶着奸惠俱斥的大红鸟 现在实景里 没有四肢的小孩子 浑身赤裸 紧紧镶嵌的欢喜佛 李前在我耳边滴雨 罗刹鸟 井童子 万佛寺 这些都是地不于理的故事 本王把故事变为现实 是不是很新奇 我机遇作呕 却被李前压着脑袋转向另一边 上身裸露 下身鱼尾的美人鱼 浑身黑毛 只鱼一只白脸的猴子 住在花亭里的花童 人质 还有皮胎肉绽的死狼 我睁大双眼 心脏瞬间跳得厉害 狼发出一声临终哀嚎 心跳淹没我所有的思绪 逼得我冷汗直冒 李前放下纱帘 揪着我的头发 把我拎回来 小姑娘 本王创造的不宇殿 是否算得上一大传奇 《地步雨》里没有不宇殿的故事 眼前情形 被残害的百姓通通被冠下生期 无法说话 这般惨无人道的交易 竟在如此金碧辉煌的殿堂上进行 所谓不宇殿 说是人间炼狱也不为过 不宇殿 烟花楼 游魂不虚仇 这些失去阳间身份的游魂 会得到不宇殿的收留 所以他们不虚仇 我缓过劲 毫不客气地骂回去 这般丧尽天良之事 只为讨好权贵 你 该死 李前似乎很喜欢我的暴脾气 悄悄告诉你 中郎他爹也是本王弄死的 挑粪功骂 死了不可惜 相信我 生活在底层的百姓 都想死 呸 你想死 但是他们想活 陈县想看女儿长大 老中想看儿子金榜提名 微娘想看翠娘平平安安度过一生 是你剥夺了他们生的权利 你若登基 只能是暴君 一臭万年 李前不为所动 矮下身子看着我 现在你已是个死人 回不去了 看在你差点破了我的局的份上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喝了生气 吓到拍卖场 跟这些死了身份的人一样 当权贵的玩物 要么 他掐住我的下巴 逼我抬头看他 还壮似温柔地别过我失凉的耳发 那天在万佛寺看到你 你身着旗袍 当真美极了 本王喜欢美丽聪明的女人 等本王造反成功 封你做个皇后如何 李前在长安城地底建立布宇殿 她如蛀虫 腐蚀长安城的立柱 空于金玉其表 何人能想到 繁华的长安城之下 藏着这般令人胆寒的交易 我努力平复激烈的身体反应 对上她疯狂的眼睛 我要冷静 我来这儿的目的 不是和她斗嘴 我要收集证据 可她好像很喜欢暴躁的我 若低眉顺从 怕是死得更快 该怎么做 才能保全自己 让她留下我的命 是了 把人招来 让李前暂时扣下我 先限制我的行动 打消她的怀疑 我两样都不选 我取下发簪 猛地扎向她的手 她躲闪不及 手背被簪子扎穿 咱们一起死 我为民除害 死了说不准还能回家 我和她扭打在一起 但力量悬殊 我很快被她夺走了簪子 她的手背躺着血 艳若她眼底的心红 她将簪肩对准自己 眼眸盯折我 舌尖舔舔簪肩上的鲜血 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 她扔掉簪子扑过来 我随手抄起房间里的东西砸向她 她一一躲过 书地搂住我 把我压在罗汉榻上 雅间的声音梯里啪啦 惹来了一串脚步声 直逼门口 大门被踢开 李前却丝毫未觉 我刚想开口 却听到一声巨响 李前身形猛地一掷 直直倒在地上 我脑袋一蒙 还没反应过来 她身后的人露出来 赶忙上前扶起了我 翠嘴夫人 您没事吧 见鬼见得太多次 我已经能做到 楚遍不惊了 钟郎扶起我 我整个人仍旧昏沉 翠嘴夫人 他们快来了 你赶紧走 她站上暗台 扭动一盏琉璃灯 罗汉榻嘎嘎作响 地上出现一条暗道 钟郎把她怀里的一打纸张塞给我 这是证据 不语殿的地道图 城房图 还有权贵的交易账本 都在这里了 翠嘴夫人赶紧拿出去 交给小裴大人 事情发生在短短一瞬 我整个人都没反应过来 你 我说过 你会因为你的善心得到好报的 门口雨点般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钟郎把我往暗到处推去 快走 他们要来了 翠嘴夫人 记得一直往右拐 那里才是最安全的出路 那你呢? 我这个人早该死了 苟且至今 只为报答夫人一犯之恩 钟郎笑笑 把我的头按下去 快走 我替夫人打掩护 大结局 方才和礼前扭打 我受了伤 扭了脚 我一瘸一拐地爬进地道 地道越来越窄 越来越黑 越来越闷 美智绝路 抬手轻敲 又是一条生路 我由跑便走 由走便爬 终于掀开了头顶的青石板 抬头 廊灯摇晃 白雪相容 散了一地昏黄柔光 白墙青瓦 眼角燕窝猛雪 我爬到了大理寺后院门口 那个我时常蹲在台阶上仰头看燕子的地方 我已被憋得头晕目眩 爬出来时 抖了满身白雪 你低头 靠 这不是我看燕子时有事没事踩着玩得松动的青石板吗? 我猛敲院门 声嘶力竭 裴雅 裴雅开门 院内嘈杂 护院打开院门 惊呼一声 翻了个白眼晕了过去 我顾不上他 一瘸一拐地往裴雅的书房冲去 书房里灯火摇曳 裴雅却已站在了书房外 瞧见我 他愣了几秒 直到我扑到他的怀中 他才反应过来 你 你从哪里来的? 我把证据递给他 大理寺后院 地道 不语电 我失血太多 终于支撑不住 昏了过去 有了证据 又有我这个证人 大理寺一个部门审理不够有排面 起码要来个三思会审吧 我在梦里都在等我自己醒 结果醒来时浑身被覆 被人扔在阴暗的屋角 娘的 这是什么鬼地方? 酒水忽然扑向我 我吓得猛吸一口气 被这酒呛得连渴几声 我不是逃出来了吗? 李钱对着我阴森森地笑 自以为是个穷途陌路的草根英雄 本王就算败了 也要拉个陪葬 他自己也喝了酒 在我面前亮呛 正是布宇殿入口 顶烧了 整个布宇殿都会覆灭 那些人鱼 棕狼 黑熊 通通是本王的陪葬 我环顾四周 古琴檀香 株莲柔沙 是威娘的房间 他所说的地道口 是威娘的床榻 床板空缺 黑洞洞地不见底 好似仍回想着怨鬼的哭嚎 怪不得我找不到异常的脚印 原来是威娘上榻歇息 他们操纵床下机关 吞噬了威娘 她是这般凭空消失在房间里的 房间外嘈杂不断 听脚不声 一队侍卫正迅速逼近 不怕反派话多 就怕反派行动麻利 她还没等领头的人踹门 手中火折子一扔 整个房间陷入火海 就是那么猝不及防 许事生死瞬间 我脑袋里灵光一闪 威娘曾言 房间屏风后藏有小冰库 我堵一堵 撞开屏风 一头撞上浴桶 机关嘎嘎作响 冰库开了 水气与火热交融 我往冰库里使劲爬 好像那条退皮的蛇 李乾的风啸灌入耳朵 我抬头见火蛇爬满了李乾的身体 他站在火海中央 不愿倒下 但倒不倒也容不得他 有人一脚踹开他 朝我冲了过来 满身水渍 湿答答地滴到我的身上 我还没来得及看清眼前的人 一桶冰水哗啦啦 倒在我的身上 我连打几个哆嗦 身子一青 被人横抱了起来 顶着烟熏我睁开眼 果不其然是培牙 阿语 他把我往上颠了颠 我带你冲出去 大理寺言行拷问刘雍和姚阿桃 并让专业机甲人才仔细搜查威娘的房间 在有一对人暗探城外半崖上的山洞 姚阿桃顶不住刑罚 吐露了不与殿的地址 刘雍也承认是奉礼前之命毒杀了几个摄氏和尚 与此同时 威娘房间的地道被发现 可惜机关在地道里 外面的人打不开 这也是我们非专业人士寻不到痕迹的原因 培牙上报二皇子 精心步兵排阵 未免变故再生 夜半三对齐发 袭击地底下的不与殿 准备出发的前一刻 呼闻后院门想 我竟敢在这时 带着证据回来了 培牙将不与殿的地图取出来 派人找到所有的出入口 一举捣毁不与殿 他们解救了失去身份的百姓 逮捕了不少权贵 此日 三司联名起奏 二皇子李肃 出面倒了三皇子的府 专业机甲人才破了他的机关 找到了他 暗藏府里的兵库 刀枪见己 样样齐全 说他不想造反谁信 三皇子党全部落网 潜逃在外的刘允 亦被抓毁 刘允不必拿羽扇了 严刑拷打下那双爪子都自成羽扇 他将李前的计划一个不漏 全部抖搂 还透露出威娘之货来源于李肃 因为李肃是威娘的恩客 三皇子动不了他 自然会拿他的情人出气 毕竟于李前而言 他不过是个妓女 培牙为这件事奔波的时候 我这个最重要的证人正处于昏迷状态 他把我放在医馆养伤 让陆青照顾 李前失败 穷途末路 他冲到医馆打婚陆青 提起我 抄晓到把我带到了威娘的房间 培牙赶回来 追寻李前留下的邪印 一步步追到了烟雨楼 不错 跟我待久了 学到了我的真传 这些都是培牙在病床前告诉我的 彼时尘埃落定 血水将融 小燕子也飞回来了 被残害的百姓太多 我把青霉素提纯过程交给大夫 尽人事 听天命 不过还好 救助了大多数百姓 台阶下的血水早已消融 枝头冒了心绿 几支小燕华过去 画出一缕淡淡的春烟 我和培牙前去祭奠威娘 看到坟前站着个年余三十的女子 你是翠娘 是 面容白皙 风韵犹存 她的病已染好了 你就是烟雨吧 哎 威娘提过我 翠娘点点头 培牙直勾勾看着她 眼里藏不住地探究 我拉拉她的衣袖 喜欢这样的 培牙深吸一口气 转过脸 面上保持微笑 你是二皇子殿下府里的舞姬 翠娘汉首 是妾力劝殿下查案 毕竟是为了威娘 若是不小心给小培大人增添压力 妾向您道歉 道歉到不必 听闻姑娘还替二皇子管账 自姑娘来后 帐房做事的效率变高了 小培大人过奖 我抢在培牙之前问道 你现在还在她的私宅里吗? 明日我便离开那里了 要不要来培府? 培府帐房缺人 阿语 夫人若能接受 我定尽己所能 这么相信我 威娘说焉夫人可信 啊 那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开始 实习期一个月 表现良好 下个月转正 培牙 翠娘朝我扶身 谢夫人收留 培牙无奈 拉着我往小道上走 那你明日早点来 我和阿语要上别处去 不打扰了 老爷夫人 切这箱不送了 哎 她不是老 走了 中廊墓还没扫 等会儿城门关了 我们就回不去了 钟郎彼时以为自己弄死了李贤 为我打掩护时 被李贤偷袭 她打不过李贤 被她割了喉管 这是刘允被捕时告诉培牙的 发现她时 她被全城一团 塞在地道口 阻挡二皇子官兵的脚步 我细细查过布宇殿的地图 没有通向大理寺的地道 我逃出生天的那条道 是钟郎一勺一勺挖出来的 我把精心烹饪的荷花鱼放到她的坟营前 你其实本性不坏 往后年年 我都会烹鱼给你吃 残阳衣衫 映着红霞 如蒙着盖头的新嫁娘 悄然引在山巒之后 宁静瑰丽的黄昏 我与培牙相携着往回走 看到了祭奠王夫的薛夫人和两个孩子 陈倩贤拿着新做的衣裳 盖在高高隆起的坟堆上 她笑得傻兮兮 言语间也是傻兮兮的 爹爹 等你醒了 记得穿上阿娘做的新衣裳哦 倩贤卖小鸟换来了钱给你买衣裳 倩贤是不是很厉害 转过头 她看到我 张开双臂朝我跑来 言夫人快来 伏伏会笑了 薛夫人抱着孩子过来 那孩子果然对着我们笑 她朝我们微微服身 我之前不知王夫杀的是大人的兄长 我替王夫给大人赔罪 培牙将他扶起 真正的罪魁祸首已经身亡 我也替兄长报了仇 薛夫人请放宽心 这个沉重的话题不宜多谈 我抱过薛夫人怀中的孩子逗她玩 孩子叫什么名字? 臣服 继承娘亲的芙蓉面 这孩子打小就是个美人胚子 薛夫人的目光在我俩之间徘徊片刻 笑道 燕夫人喜欢孩子 可以自己生一个 我一愣 转头 对上裴牙的眼睛 裴牙的双颊即刻染上两抹云霞 国家律法里并不阻止女子在嫁 既是两情相悦 何不敞开心扉 都在一张床上躺了两个晚上了 别说敞开心扉 都已经坦诚相待了 薛夫人笑着把臣服抱回去 二位好好想想吧 第一次被第三个人拆穿心事 火烧火燎的感觉 蔓延全身 我顿觉休难 绕过裴牙 小跑着往城门去 夕阳衣衫 万佛寺目中敲响 我停下脚步回过头 也不知是对目光中小跑追赶的裴牙 还是那母女三人喊道 快回来吧 城门要是关了 咱们个个都回不了家 裴府 除夕夜 裴牙约我到府上楼阁看烟花 敲门 无人回应 我直接推门而入 墙上 暗台上 画纸纷飞 我一张张取来看 堕云记 青绿色燕子纱裙 垂条分消记 藕色如群 灵云记 我自己值得劣质旗袍 每一张每一页 都是我 春日宴 绿酒一杯歌一遍 在拜陈三院 我转头看向门外的她 灯火点燃 昏黄而温柔 她不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吓人了 大理寺的燕子我 我一回书房上了 这暗是我 我即将从体制外走入体制内 这是我应得的 她走到我面前 牵着我的手 带我来到小窗边 推开窗 眼角上也有一只燕子我 裴崖从后揽住我 把我抵在窗台前 她本来在裴府门外 是我派人移过来的 燕为崖中燕 我烟雨依旧是裴府中人 零点到了 长安城烟花炸起 裴府院里的烟花冲上云霄 在楼阁上方炸出一只巨型燕子 我低头 见长安城万家灯火 喧嚣热闹 花灯和灯齐齐绽放 点亮摇摇星空 点缀慢慢清河 长安城的太庭盛世 有我天上的一笔 我握紧环在腰间的手 仰头欣赏她为我精心准备的烟花 春日宴 绿酒一杯歌一变 我烟雨 向这太平盛世许下三怨 一怨郎君千岁 二怨妾身长见 三怨如同梁上宴 岁岁长相见 我添沛世 也不能一碗 我添沙